眼前的女孩正在遭遇咸猪手 而我就坐在她的对面 她看向我的眼神分明是在求救 可我却因为害怕没有出手 眼镜难见无人制止 竟开始得寸进尺 这时地铁到站 车身摇晃了一下 她没有复问把我的手机打掉 我真的害怕 怕我出手将她打坏 其实我是一个保镖 但我却爱上了被我保护了她 从第一次相见 她就生活在水族箱里 她被这栋大厦里的人 称为二号使员体 就在我们深情相忘时 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这里 他们打开阀门用红细的水 将她送进一个圆形的水球 每次她被这样带走 都会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 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也不知道每次她会经历什么 但是每次回来 她都会全在角落好久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她救出去 我问明叔可不可以花钱 从这里购买试验品 明叔一掌拍在我的脑门 说我看出来了你小子想为他疏伤 然后他却突然严肃地说 在这里千万不要用眼睛 去判断真假虚实 正说话间 突然有一个人影出现在他身后 下一刻这个唯一肯和我交朋友的教授 就离开了人世 而连对方的动作都没看清 我也被捅了一包 然后凶手来到水族馆 竟然要对他一下手 虽然站起对着他背后开枪 而他却转过神一步步朝我走来 每一发子弹打在他身上 都被卸掉力量 然后就像硬币一样掉在地上 我看看打开他一击飞踹 松鱼一拳打到了他 却好像打到了棉花 然后我被体系捶到刀上处 正当我疼痛难忍时 他的手已经来到我的头顶 隐隐间我竟然看到他的手 好像是空心的 当他的手摸到我的头 突然好像一阵大声 用力坐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轰的一声地面竟然凹陷下去 然后他又朝着水族巷走去 而我也再次拿起了枪 这次我瞄准了他的右手 一发子弹射出 那只诡异的右手果然被我记住 于是我顺势冲了上去 用我的格斗技巧和他缠斗在一起 直到他被我死死锁在地面 而这时我看到了他抬起的左手 紧接着我感受到一种失踪人子 然后我竟突向天花板 而且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从天花板上下来 然后他从左手上撕掉了什么 接下来突然间我脱离了天花板 并重重摔向地面 忍着剧痛我躲开刺向我的匕首 后背却结结实实挨了一刀 接下来便是他对我的单方面碾压 我看到爱人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我该怎么办 我还没有凑过赎他的钱 而且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状态马上就会死掉 就在这时我想到了身后的液态能量炉 明书说过弄坏他的电路板这玩意儿会爆炸 当他想一刀了解我的时候 我也已经摸到电路板 水足像的箱体和水 应该可以帮我的爱人挡住一部分爆炸冲击 那么 同归于尽把怪物 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撑开双眼和嘴巴 而且浑身被捆绑动弹不得 被各种仪器折磨了几个小时 他才明白自己变成了试验体 这些经历就像是在做梦 他记得自己是这里的一个保镖 负责保护一个叫做二号始源体的姑娘 而他却和这个只能生活在水中的姑娘相爱 姑娘也因他也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做易东使 他不断地呼喊告诉别人一定是搞错了 自己不是实验体 自己名叫多悠悠是这里的保镖 这时有两名工作人员走进来 多悠悠拼命向前冲去 却没发现工作人员按下一个按钮 正是他周身不满电流晕倒过去 再次醒来他照镜子时发现了异常 现在的样子无关虽然还是自己 但是头发和眉毛已经明显改变 与此同时指挥室里一个神秘女员正在听着汇报 七号始源体说后恢复超出预期 只是毛发组织出现了异常 形状和颜色都变成了浅色 原来昨天二号始源体的房间发生爆炸 保镖多悠悠身上严重烧伤 濒临死亡 实验人员于是将一号始源体抬出 并从一号始源体身上取出为数不多的活性组织 将其移植到了多悠悠身上 房间里多悠悠好像看着自己的饭盒动了一下 再次转头发现饭盒消失无影 地上只剩下一个苹果 而这的苹果竟也在缓缓滚动 而下一秒苹果突然加速 多悠悠反应迅速立刻抓住苹果 这种反常的景象让他一阵呼吟 谁都想顶接着他和苹果都消失不见 他带着苹果出现在另一个空间 当他环顾四周 这里和自己的房间不知一谋一样 这时身后传来有人吃东西扒鸡嘴的声音 转头一看却是一个体型巨大的胖子 胖子也回过头恶狠狠地看向了他 这只手因为装了一根脊椎变成了一个吸尘器 随着他隔空一抓 别人手中的苹果就瞬间到了胖子手中 胖子说自己以前很瘦 而且先天脊椎很软只能常年卧床 直到有一天一个漂亮女人来到他家 告诉他可以为他移植一根独一无二的脊椎 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成为了四号实验体 他告诉多悠悠这里是非自然现象研究科 并介绍自己叫做海淡 多悠悠终于明白了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实验体 但他诧异地问海南为什么这里的人会把他养得这么胖 海南却告诉他是自己偷吃变胖的 自从手术之后自己终于能够站起活动 但是食欲却也越来越大 每天分配给自己的食物根本不够吃 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只要一挥手 食物就能自动到来 于是自己就胖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表示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多悠悠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对海南说除了把食物传送过来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传送出去 海南修修地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吃 根本就没想过其他的 难道你不想逃出去吗 用你的能力完全可以绊倒的 你要知道外面有多少美味佳肴正等着你 这句话仿佛打开了海南的任多二脉 下一刻他就带着多悠悠传送到另一个空间 多悠悠观察一下环境竟然是厨房 而这时海南已经蹲在冰柜前开始用餐 海南 我们先出去再说 以后大把的机会吃 谁知海南直接把他甩飞 然后头也不回又开始往嘴里塞起来 于是多悠悠只得自己溜出 凭借自己在这里工作多年熟悉环境 他来到了关着伊东时的水族馆 只要拉开水族箱上的布 他就能和爱人相见 但就在此时他眼前景象变成虚幻 下一刻他又被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多悠悠四周看看发现竟然是垃圾场 然后看见海南正蹲在他面前 巴唧巴唧踢着垃圾 那海南真是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你这个骗子 说外面有美食 但我吃东西时却被人追着他 我饶不了你 然后海南一声声 多悠悠瞬间飞起 下一刻脖子便被海南抓在手中 这个在垃圾堆里偷吃的胖子 其实是长短跑双料冠军 100米短跑成绩是0.1秒 而且他力气超大 单手就能把170斤的多悠悠举起 然后像发射炮弹一样把他轰进一栋 多悠悠忍着疼痛转身就跑 他不能和胖子纠缠 他还要赶回去救出自己的爱人 但是下一刻他身体 随后瞬间就被传送回胖子 以此同时一记老拳把他打飞 谁知多悠悠刚飞100米 胖子竟突然原地消失 0.1秒跑完全程再次抓到多悠悠 紧接着又是一记勾拳 直接将多悠悠轰进垃圾堆 砸泪之后胖子再次把多悠悠举起 骗了吗 你分明是要逃走 害得我出来吃个东西也要被人追着他 海南不是你想的那样 随着胖子发狠 他背后竟隐隐出现了一个虚影 然后他一把将多悠悠垂直抛起 之后伸手一抓 跟竹竿就顺一道手中 只见胖子将竹竿往地上用力一出 尖锐的一端直直对准下落的多悠悠 急速下落中多悠悠脑海中传来诡异的声音 告诉我你想活下去吗 惊慌中他脱口而出 我想活着 下一刻多悠悠的头发竟然不可思议地开始变形 直接变成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筒落下 瞬间截断胖子的手腕 而金属圆筒的上方竟形成弹簧结构 直接将多悠悠从竹竿上方弹开 并跌落到远处的地面 胖子的断鼻彻彻底发狂 伸出另一只手腕爪 直接把多悠悠的脑袋抓在手中 并扬言要捏爆他 随着胖子一使劲手中血花剑气 但露出痛苦神色的却是胖子 瞬间他仅剩的一只手已经严重损坏 回头望去多悠悠好像变成了一只刺猬怪 原来刚才他头发再次变换成了一个呆次的头盔 而这时多悠悠脑中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 小胖子已经失去双手 他已经不能用传送能力了 现在你可以做到他 但多悠悠却用意念对那个声音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不过不要试图蛊惑我 然后他对海南解释着 自己并没有骗过他 甚至对自己头发为什么会变形也毫不知情 可胖子哪里肯听 一步一步朝着多悠悠走来 多悠悠脑中那个声音戏谑地说 真是可悲的认词 下一刻胖子飞身扑来 这时传来一声枪响 胖子愚痴的生命被彻底终结 而开枪的竟然是大厦的工作人员 为首的正式主导多悠悠身体实验的那个神秘女人 女人爱上了男人却要杀掉她 因为她爱的竟只是男人的头发 她抚摸着她优美的卷发毫不掩饰的抒发爱意 男人甩开女人的手 她已经认出了女人 她知道女人叫孔贤灵是这里的波士 同时质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囚禁起来 毕竟自己是这个实验室的认知保镖 女人却说你恐怕忘了是谁给你的新生 当初你被爆炸波及 生命只剩半个小时 是我帮你移植了新的器官组织你才活了下来 才会拥有这么完美的头发 然后我们发现四号实验体海南带着你逃离房间 所以才击毙了海南 多悠悠不解地问 我究竟有什么特别 为了救我你们进步戏干掉一个实验体 你好像有些自作多情了 我是为了干掉你而来的 因为我爱死你那美丽的头发了 做法间两名工作人员已经举起枪 就在这时他们头顶去有个神秘人跳了下来 让她落地的同时就干掉一名工作人员 另一个还没来得及反应也被一招击毙 神秘的男人就像地狱的使者 女人一眼就认出男人 并喊出她的名字崔雪峰 这时多悠悠也认出了她 此人就是之前袭击名书还有一东时的家伙 自己差点没命的那场爆炸也是败她所赐 孔贤灵刚要酗酒 男人就冲了上来 这并毫不留情把她一刀了结 几乎瞬间又来到了多悠悠面前 多悠悠严正一待 崔雪峰却说等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敌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 你已经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了 这个研究所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 而我可以带你离开 多悠悠当然不信 骗人的鬼话 我凭什么信 当初你还要杀了我 就凭我现在没有杀 多悠悠怒了 大吼着来呀 来杀我试试呀 我现在也是有异能的 然后男人随意一拍 多悠悠就一个大大的姿势倒地不起 随即她伸出左手 再次对着多悠悠轻轻一拍 多悠悠就被悬空提起 画面一转 一个阴森幽暗的旅馆内 某个房间里多悠悠一脸沮丧地坐在床边 好像我又一次被人抓 这个男人投开事物脸上忘了长嘴 于是每天戴个金属口罩装骨 多悠悠愤愤怒地将男人扣在墙上 崔雪峰却轻飘飘在她头上掏了件衣服 转身告诉多悠悠穿好衣服跟自己来 会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 多悠悠沮丧地望着崔雪峰的背地 为什么自己对上她从未占过上风 两人来到旅馆的地下室 里面竟然别有洞天 崔雪峰告诉她这是自己的工作室 多悠悠一抬头竟然发现了熟人 大胖子海南竟然在大水缸中漂浮 崔雪峰不仅不慢缓缓讲述 四号实验体海南移植了始源体的脊椎 因而获得空间传送能力 现在她已经死了 把她丢进液体 只是在保持她体内脊椎的生命状态 而你多悠悠移植的是皮肤组织 多悠悠说等一下 始源体就是小时吗 不 你口中的小时是二号始源体 至今所有人移植的都是一号始源体的器官 16年前我和孔贤灵即使同时又是爱人 有一天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两个奇异的生物 那是一个人形生物抱着一个长满触角的生物幼体 那个人形生物就是一号始源体 我们发现它的器官跟人类构造几乎一致 但是当时的它已经死亡 奇怪的是它身上个别器官却还活着 更奇特的是活着的器官都在单独运作 似乎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 而那个长满触手的幼体 我们发现它只能在水中生活成长 最终它在水中长成一个人类美少女 但是一旦它离开水 就会变回丑陋的出手官 多佑又似乎明白了什么 崔雪峰看向它说 没错 它就是你爱着的小时 我们称它为二号始源体 原本按理做班的研究却因一场仪器爆炸改变 我不仅被炸伤嘴部 还被仪器辐射物质影响从此不能自理 我不忍心看到孔贤灵为我伤心 便提出实验性的将一号始源体的面部阻振 连同舌头一起移植到我脸上 如你所见最终我活了下来 但术后我出现了严重的排斥感 不仅无法进食 还会一直呕吐伏射物 然后嘴部也变成记性 我曾提出去医院治疗 但被孔贤灵拒绝 那时我才明白 我选择牺牲了自己 换来的却是他选择牺牲了爱情 最终我被当作失败品丢进垃圾场 不过最后我逃了出来 然后我就隐藏在这家旅店中 由于不能控制体内的排异反应 我选择拔嘴封死 再次认识一下 我就是一号实验体 崔雪峰 如今的崔雪峰说话靠后中发音信片 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这是多悠悠问 为什么我没有出现排异反应 崔雪峰说这就是孔贤灵的目的 将所有没有出现排异反应的实验体杀死 然后将这些器官全部移植到他自己身上 你和海南获得的力量你心知肚明 如果这些力量全部都被他得到 后果可想而知 多悠悠转念一想 可是孔贤灵已经被你干掉了 他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因为他移植了一号实验体的心脏 他就是继我之后的二号实验体 我必须阻止他的疯狂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为什么要帮你 崔雪峰说因为一号实验体 现在已经没有可用的器官了 接下来孔贤灵的目标 就是你心爱的二号实验体移动时吧 多悠悠立刻激动起来 你说什么 所以你必须帮助我 我们要返回研究所 你帮我找到其他器官移植者 我帮你救出二号实验体 这些人眼睛和舌头都变成了纯金 就连这里的地面和墙上也长出了黄金 原来这里的金子竟然有了生命 他们会蛊惑一切想得到他们的人 一群黄金人朝着多悠悠追来 娃娃乱叫着仿佛在真诚邀请他加入黄金俱乐部 顺利逃跑间前方地面竟又钻出一个黄金人 悠悠悠慌忙月起躲开迎面一击 但是落地之后他却被黄金人包围 无奈他只能抽出铁棍银段 一击就打飞一只黄金人 但却发现黄金人脸都被打歪去还能再次站起 那只下多悠悠指的更加奋影战斗 而在他身手还行 暂时不落下风 但因对方数量太多 多悠悠被死死暴露 紧接着他被黄金人一口咬下 丧尸片看多了的多悠悠立刻大吼 妈妈 我要变异了 这是他脑中一个悠悠的声音传来 小哥 看来你需要力量了 多悠悠立刻想起这个声音 当初在垃圾场和海南的决战 就是他给了自己不可思议的能力 并试图蛊惑自己 你到底是谁 那种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悠悠没有多想顺手 就在头发里随意一抽 一把造型奇异的斧子就出现在手中 随着他一刀踢举 黄金人被砍成两半 他不由赞叹真是一把好斧子 然而厮杀一阵之后多悠悠发现 这些黄金人可以借助遍地的黄金虫组身体 眼见对方根本杀不死 多悠悠掉头就跑 不多时他来到关押实验体的房间 这里的门锁得依靠工作人员眼中的红膜才能打开 这时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 看来要给你介绍一下 你所拥有的能力名字叫做幻 它变换的精度是原子级别的 小哥放显使用 多悠悠试着抽出一根头发 心里想着明书的眼球 手中头发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眼球 拿起眼球放在识别器前 多悠悠还在想 仅仅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联想 就能变换出一模一样的眼球吗 有嘴嘴嘴的一声 房间大门竟真的被打开 只见这里竟然变成了黄金的汪洋大海 角落里还有一个哭哭泣泣的小男孩 多悠悠走上前去 小男孩拼命后退并喊着 滚开 你们都是怪物 快滚开 小男孩被黄金困住无法动弹 甚至腿上长满尽快不能站起 这一切皆因做了一个手术 它是这里的三号实验体 从小便双目失眠 来到这里接受治疗并被植入了一对眼球 然后奇迹发生了 他竟然看到了眼前漂亮的姐姐 而有一天他的病房里凭空掉落一个小金块 然后两名工作人员就当着他的面开始争夺 而且两人出手越来越多 渐渐的两个人好像逝去了全部理智 最后他们都变成了怪物 一种眼中长着金块的可怕怪物 听到小男孩的描述多悠悠抽出一根头发 眨眼间就变出一个大黄蜂汽车 然后把他递给小男孩 看到眼前哥哥阳光的笑容 小男孩心里的恐惧似乎减少了一些 由于小男孩腿部长满 金块不能走路 于是多悠悠将他背起 准备一起去找一东石 但小男孩身上金块的重量着实 让他有些吃不消 谁知刚走出房间就遇见了黄金人 失去理智的黄金人朝着两人就扑了上来 却发现多悠悠和小男孩进原地消失 原来刚才的两人竟是多悠悠的头发晃化出来 而此刻真实的两人正在楼梯间狂奔 好不容易到达一东石的房间 多悠悠发现这里也已被黄金占领 难道小石已经遇害了 想到这里多悠悠双腿瘫软跪倒在地 就在这时他们头顶铺来一个巨大的黄金人 竟竟一看竟然是三个黄金人融合而成 多悠悠带着小男孩看看躲开攻击 随手就对着自己头发一抽 然后他举起变换出的力斧高高跃气 力斧披下便斩断黄金人一条胳膊 刹那间多悠悠手中斧头再次变换 类似变成了一只左轮手枪 多悠悠对着巨头 黄金人连开竖枪 却被黄金人抓住脑袋 然后直子飞在墙壁上 就在黄金人再次扑来之时 刚才掉落的左轮手枪 瞬间变换成一个手背 然后哭了一声巨响 黄金人被炸成两端 多悠悠嘚死地朝着小男孩走来 和小男孩却面色临重地说 哥哥 你的 你的身后 只见出现在身后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巨大的黄金怪兽 身上全是一张张黄金面孔 也不知道它究竟融合了多少人 这个纯金打造的巨大怪物 是因为人们无尽的贪欲才诞生 它身上每一张面孔 都是一个被欲望吞噬的财迷 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金块引起人们争夺 在黄金的蛊惑下 它们渐渐失去理智 最终变成了长着黄金眼球的黄金人 然后这些黄金人渐渐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眼前的巨大怪物 为了保护小男孩 多悠悠选择勇敢面对怪物 怪物一击中拳 多悠悠直接起 然后怪物的几个头颅离开身体 朝着多悠悠迅速飞来 多悠悠瞬间被几只黄金头颅捆绑在空中 这些头颅只会疯狂撕咬 没有一丝人性和理智 怪物将它砸向地面 紧接着又一次将它拽起 似乎要一次次地摔打多悠悠 直到它失去生命 危急时刻多悠悠头发变换出刀刃 将缠绕自己的黄金触手切开 刚才的刀刃已经变成一把变子 然后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多悠悠一次次切下怪物的手臂 而怪物的手臂却不断再生 似乎永远不会被彻底杀死 但多悠悠却一直在受伤 身体状态不断下降 它看到怪物身上那一张张人脸 每张脸都疯狂斥于满是欲望 多悠悠此时心里已经明白 正是这些无尽欲望的字样 才让这个怪兽永远杀不死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 它想出对策 只见它一口气吹出 地上电锯变为 转眼间变为一个巨大的红钟 出现在怪物头顶 下时间猛地落下 静影的大地震战 既然不能干掉你 就暂时把你困住 多悠悠转头对小男孩说 趁现在我们快走 谁知此时地上一只金手悄悄立起 竟是刚才打斗中怪物被截断的残属 下一刻它猛地朝着多悠悠飞来 瞬间将多悠悠的脑袋包裹掩饰 这时小男孩却朝着多悠悠缓缓走来 此刻的他表情阴险 就像换了个人 你可真难对付啊 七号实验体 若不是你截断了我宠物的一只手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 然后小男孩突然变得很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的黄金 为什么你不被他吸引 为什么你不肯做我的宠物 你不但不喜欢我的黄金 竟然还要保护我 你这个蠢货 而此时多悠悠已经不再挣扎没了动静 算了 不重要了 你将窒息而死 而我会获得你的头发 还有别把我当小孩 我只不过是移植了器官后身体不再生长 忘了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黄金 就在黄金得意时 一辆玩具汽车急速朝着它使 黄金脸上立刻露出惊喜 这辆玩具车是之前多悠悠送的 刹那间玩具车竟然飞跃而起 空中瞬间变换形态成为一根尖珠 呼的一声穿过黄金的身体 黄金突然觉得很讽刺 那个蠢货把自己当成受惊吓的孩子 为了安抚自己送出的小汽车 竟然变成了干掉自己的武器 与此同时多悠悠脑袋上的黄金 禁锢瞬间解除 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空气 然后质问黄金为什么要这么做 黄金却笑他很幼稚 难道你不觉得 所有移植了一号始元体器官的人 都逃脱不了互相厮杀的命运吗 什么鬼逻辑 你真是幼稚的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想得到始元体的全部器官那傻瓜 而黄金刚刚咽气 崔雪峰就扛着个怪异的容器走了进来 他告诉多悠悠孔贤灵已经不在这里了 其他的实验体也都不在这里了 看来孔贤灵知道我们会来研究所 于是提前撤离了 然后他打开那个怪异容器 把黄金装进容器里 而容器里竟还有一个长满出手的怪物 这个丑陋的生物浑身是光 移植了他的眼睛可以点湿成精 移植了他的脊植可以获得空间传送能力 而被移植之人也被放大了欲望 胖子得到空间传送能力 却每天只做一件事 每时每刻都会将方圆一里内所有食物召唤过来 用来填补他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 而获得点湿成精能力的黄金 却将所有对钱财有欲望的人变成黄金人 甚至想要干掉其他所有移植者 独占所有器官 而这个戴着金属口罩的男人 是移植了怪物舌头的崔雪峰 他获得了控制中力的能力 此刻他和多悠悠回到工作室 七号和三号实验体已经被他放入大水灯 这个水缸可以维持他们身上的器官弧形 此时多悠悠看到角落笼子里还有一个生物 就问崔雪峰这是几号实验体 崔雪峰告诉他们不是实验体 而是二号实验体 多悠悠立刻明白他就是自己爱着的小石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小石离开水 小石只有在水中才能维持美少女的样子 虽然此时的小石看起来有点丑陋 但多悠悠还是朝着小石走去 小石也将手放在了爱人脸上 多悠悠说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里 说着便从头发中幻化出斧子 准备劈开笼子 而身后的崔雪峰却喊道助手 多悠悠手中的斧子停下 心中暗想果然如此 然后他没回头对着崔雪峰说 你果然也要露出真面目了吗 一号实验体 崔雪峰 崔雪峰将可以操控重力的手 放在多悠悠后闹 然后说自己只是答应把小石带出来 并没说过要交给多悠悠 他用一个转身 江苏子停在崔雪峰肩头 我猜的没错 你也想得到所有器官 你想得到我的头发我能理解 但你不能对小石下手 崔雪峰却说看来这趟研究所之行 你从黄金那里知道了不少秘密 但我要告诉你 我的目的的确是搜集所有器官 但却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为了拥有它们 这些秘密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怕你变得和黄金一样 被自己的欲望去世 现在我觉得 可以把一号始原体真正的秘密告诉你了 远古传说中的权能之神 真身却是这个丑陋生物 而它也并非真身 在地球上还没有陆生生物前 它就已经居住在深海之中 直到它身体死亡才第一次上岸 而这时人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 通过研究发现即使它已经生死 但身上还有七处器官保持着火星 而且只要移植了这些器官的人 就能获得一种特殊异能 比如操控重力 空间传送 掩饰成金和随意变换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虽不是永生 但对人类来说也是无尽的生命 所以有人想获得它所有的器官 和强大的力量 而崔雪峰的目的 则是搜集所有器官 并且摧毁它们 让人类世界重回平衡 多悠悠反问它 难道你就不想得到永生吗 崔雪峰摘掉面具 露出没有嘴的面部说 付出这样代价的永生 要它何用 多悠悠 我能看出来 你追求的不是永生 我不会杀了你 我会取走你的皮肤组织后 帮你换回正常人类的组织 多悠悠却说让你失望了 然后它抡起斧子 一口抵开爱人的牢笼 将小时抱起 我没有你那么高尚 我只想和小时在一起 谁都别想再从我身边 把小时夺走 包括你 在多悠悠简陋的家里 它盯着浴室门看了好久 小时这么久没出来 它没事吧 犹豫再三 终于鼓起勇气推开门 小时你没事吧 然后 最后多悠悠给小时 拿来了预警 当它想拉着小时的手出门时 小时却推开了它 还微笑地对它摆了摆手 多悠悠知道小时不愿从水中走出 它不愿离开水后的丑陋模样 被自己看到 但这些难不倒多悠悠 卧室里买个浴缸安排上 等小时看出头一看 立刻眼冒小猩猩朝着浴缸飞奔 最后一声水花四溅 多悠悠温柔地给它搭上浴巾 只要浴巾是湿的 你披着浴巾走出浴缸也不会变身的 这时小时幸福地赏了它一个香香的闻 之后便是平淡幸福的生活 由于研究所被毁 多悠悠就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 即便她的头发可以随意变成钞票 但她决定不再使用异能 今后只过平静的生活 直到这天 小超市来了一个红色头发的美少年 这个男人有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更幸运的是每天早上还能遵享惊悚叫醒福 然而即使这样男人还是深深地爱着她 因为女朋友一旦进入水分 就会赛过西施貂蝉杨贵妃 如此美貌的女友也阻挡不了她上班偷看妹子 多悠悠心里想着这个妹子身材加三分 容貌加四分 年轻加一分 一共得九分 妹子竟然好像听见了她的心声 结账的时候妹子说她是变态 而且数学真是天才 第二天多悠悠到垃圾时看到小街里有人影 定睛一看竟然是一群人在欺负昨天的妹子 妹子被捞了三在地 黄毛女孩要一脚踹上去 却发现有人用腿帮女孩挡下攻击 并且一只手拍在了自己肩膀 只见多悠悠怪异且严肃地说 麻烦让一下 工作人员要丢垃圾 多悠悠把人吓跑后 红发美女看着她心里想 这个变态一定会借骨搭上我 谁知多悠悠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顺手拽起妹子整着的垃圾袋 妹子担大地顺势倒地 做完一切多悠悠直接走开 仿佛当妹子不存在 原来昨天晚上多悠悠跟小时说今天碰见个妹子 如果小时也穿上JK裙 应该比红发妹子还好看 结果小时立刻给她来了赐爱的教育 多悠悠立马态度真正地保证以后 坚决不再看妹子 第二天妹子再次来到便利店 而不一会三个寻仇的恶霸也找过来 为首的黄毛女扬言要让大哥教训多悠悠和妹子 多悠悠立刻跳出收音台 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当时她很害怕 她害怕把恶霸身体打坏 这次事件后她接受了警察爱的教育 并且顺便也丢了工作 这时红发妹子走来要请她一起吃饭 见多悠悠悠点由于妹子摆出请神下凡的姿势 多悠悠无奈之下只得跟妹子一起进餐 席间妹子给多悠悠讲了自己姐姐的故事 原来她叫白哥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从小两人就形影不离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一场车祸改变了这一切 姐姐离开了人世 而白哥也失去了一只手 然后白哥伸出左手 告诉多悠悠这只手就是姐姐留给自己的 医生把姐姐的手移植给了自己 中途白哥上完洗手间 却发现多悠悠已经结账 这时不知为何妹子表情突然变得诡异深沉 两人从餐馆出来 白哥也反常地没有说一句话 中间无数次她用眼睛挑向多悠悠 而多悠悠依旧一路巴巴巴巴说个不停 就连她被白哥一掌推出时还在眉飞搜 她回过室 发现自己已经飞离人行道 多悠悠猛地回头一看 一辆轿车正急迟而来 司机慌乱的表情仿佛是在说 歹马 要撞上了 来不及刹车了 这个男人手掌喷水拍向四十万的轿车 要用自来水阻止一场车祸 只见她水龙头一样的头盔里眼睛坚定如底 瞬间刚才速度八十脉的轿车化为液体 被救者多悠悠此时一脸震惊望着这个帅气的背影 然后她想到什么突然一回头 只见远处将她推到车行道的白哥一脸阴沉 下一刻白哥转身逃离现场 回到家白哥质问床边的女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生转过头 竟然是她已经死去的孪生姐姐 姐姐温柔地摸着妹妹的脸 告诉她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今天刚刚失业的多悠悠 为了吃饭不让女生请客 付款的时候无闹用一根索件成钞票 而她拥有异能的秘密也就此被白哥发现 下一刻姐姐竟掐住白哥脖子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她必须死 随着姐姐一视 白哥晕倒在床上 姐姐却对着她说妹妹你休息一下 我帮你干掉那个魔鬼 这样你才能安稳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第二天白哥约多悠悠见面 多悠悠此时对这个女人心有欲悸 夕阳下白哥对多悠悠说对不起 并说昨天把多悠悠推到车行道 是因为突然有一瞬间把她当成了自己舅舅 那场车祸后自己被舅舅收养 之后每天舅舅对自己做出禽兽的事 说到伤心处白哥痛哭流涕 静一下扑到多悠悠怀中 然后可怜楚楚地请求多悠悠收留自己 自己真的害怕回到舅舅家 最终多悠悠黑着脸将白哥带走 因为家里有小时 他决定把白哥安置在小酒店里 房间里场面一阵尴尬 突然白哥向多悠悠温情表白 并表示希望多悠悠留下来陪自己 多悠悠听到这里抓起桌上的矿泉水 对着自己一通惯 然后找了个尴尬的理由就要溜溜球 但突然间他两眼翻白 疯疯倒地 只见此时的白哥脸上再次变成阴沉的表情 原来矿泉水里早被白哥提前放了内容 你永远不可能离开这个房间了 然后白哥举起刀 直接朝着多悠悠刺下 接着几滴血滴到多悠悠脸上 只见白哥另一只手拼命握住了刀绳 白哥大吼着为什么阻止我 然后他分裂正班自己和自己对话 他可是研究所里的恶魔 不 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受害者呀姐姐 等多悠悠醒来之后发现白哥已经不在 伸手一摸进发现脸上的血 最惨的是因为买西瓜时间太长 回家被悲惨罚贵 还要被死亡凝视 第二天大清早多悠悠被敲门声吵醒 多悠悠打开门一看 白哥竟然又笑容灿烂地出现在面前 多悠悠直接惊呆了 这个女人指定是个疯子 于是果断哐当一声 使劲把门关死 这个长满兑手的怪物其实是神 此刻他要惩罚眼前的这对男女 一阵恐怖的压迫赶起来 刚才还在认真工作的男女立刻三魂出窍 其实触手怪是多悠悠的女朋友 当他进入水中就会变成一种美少女 此刻多悠悠脑门斗大的汗珠落下 两女吃醋相争 受伤的往往是单纯善良的男人们 红发妹子白哥的脑子指定有点问题 比如他前脚请多悠悠吃饭 后脚刚出餐馆就把多悠悠一掌推废 目的竟然是想让他被汽车撞毁 第二天又没事人一样将多悠悠约到房间 见表白不少就用饮料将多悠悠放倒 还要拿刀刺向多悠悠 好在有惊无险多悠悠回家跪键盘 可第二天白哥又一脸灿烂来敲门 多悠悠吓得直接将门锁死 谁知这封竟然对着房门猛踹 多悠悠露出无辜的小眼神问他有啥事 白哥一记小拳拳朝着多悠悠回来 于是他再次如愿进了屋 然后他再次表白 多悠悠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可这女人竟直接将他放倒 随时正牌女友早已暴怒到极致 多悠悠安抚着小时的情绪 然后对白哥说出了小时的身世 并表示自己对小时忠贞不渝 白哥当即笑得灿烂 表示刚才只是跟多悠悠开个玩笑 而等他一出门脸色立刻黑了下来 阴沉地说 和你共度余生的人怎么可能是那个怪物 应该是我 然后白哥去了墓底 对着父母的墓碑 讲述了这些天遇见多悠悠的点点滴滴 等他离开室营面碰见一个银色长发的男人 而男人看到白哥却愣在园底 然后男人转头看了看白哥父母的墓碑 是他 竟然是他 他是那个幸存者 原来男人来墓地也是为了祭奠白哥的父母 这一切都是因为毁掉白哥家庭的那场车路 当初的货车司机就是眼前的男人 男人看向自己的手说 看来另一只手应该就在这个女孩身上 原来男人移植了一号始原体的一只手 而白哥移植了另一只 男人对着白哥的背影说 希望你已经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而我 会让你将拥有的力量用在正道上 然后男人想起刚才听到白哥说的话 明白了差点被车撞到的多悠悠也是异能者 而男人正是当时将多悠悠救下来的人 小姑娘 那个多悠悠就由我帮你处理吧 第二天多悠悠症 为今天能早点回家见到小时而开心 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立刻认出长发男就是当时救下自己的恩人 然而恩人 女神居住深海三十万年 将死之际才怀抱又在上岸寻人托福 怎料其身七处器官被移植给七人 皆因每种器官都有强大应 得其舌头者可或远奏运力 星辰运转 草木成形皆因引力 得其脊椎者可或空间之力 上下四方为宇 虚空 自在层挪十万八千年 得其眼球者可或抹眼睛睛 五行之睛间且力 视线内万物化为主 真睛 得其右手可或水之力 五行之水力万物 也可化万物为水 得其左手可或他心头 听他人心意如蚝盘地狱 得其皮肤毛发可或七十二变 诸多变化全凭心意 得其心脏者会获得什么 看官老爷可评论区猜测一下 今日水之力硬刚七十二变 究竟孰强孰弱 水男率先发动攻击 虚忧痛苦倒地 他抬头质问是否存在什么误 水男回答并没有 紧接着将脚抬起 不算了 之前明明救过我的命 为何今天无故袭击我 再告诉我 虚忧忧当场愣 刚才发生了什么 墙面被他一掌变成了水 我的右手可将万物液滑 你不会觉得惊讶吧 毕竟我们可是同类啊 等一下 你右手碰到我会怎么样 试试就知道了 我那个去 大哥你玩真的呀 然后多悠悠一个俯身抱住水 直接将其中放倒 然后起身就要溜溜球了 你无路可逃了 接下来就让你看看被我右手碰到会怎么样 你顺便让我看看 你一直了哪里 危急关头多悠悠头发里飞飞飞鞭子 原来如此 你的头发能变鞭子 那让我看看你头发变成水后还会不会再生 原来如此 是要用鞭子和我拉开距离 那你编出一把枪岂不是更方便 我没想过要杀人 你到底想做什么 水男呵呵笑了一声并不轰达 用右手对着自己一拍 这就是被右手碰到的后果 他把自己融化了 不对 有诈 一定在我背后 果然被我猜中了 他被我干掉了吗 然而水男声音从身后传来 可惜你猜错了 眼界那只右手已经到了眼前 可是男却将手收回 好了 对你的测试结束了 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坐着水男就翻墙离开 小的 那我们回见了 而杜悠悠一回头 警察将他死死按在地上 这个带回锁林 我们去追令 多悠悠感慨 这一天天的 都遇见什么事了 这个男人其实是叶笔 他右手碰到的一切都会变成水 他对水多悠悠会七十二变 一根头发就能随心见上万物 只因红发美女白哥对多悠悠因爱生恨 水男就要为他出头 然而交战正憨之时水男翻墙离开 多悠悠却被警察按在地上有苦难言 审讯室里警官要求多悠悠交出打架用的鞭子 多悠悠心里苦 头发能垫鞭子的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时领导来到审讯室 让多悠悠跟着自己去见一个人 来到办公室多悠悠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 而那人却说想不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多悠悠定惊一看认出了他 此人竟是刚刚跟自己交战的水男 水男开门见山告诉多悠悠 自己的能力也来自一号始源体的右手 多年前他是个货车司机 因一场恶火和嫌弃丧命 而且还毁掉了另一个家庭 相撞的轿车中只活下来一个女孩 那个红发女孩正是白鸽 她也因此移植了始源体的左手 并获得可以听到他人心生的能力 这件事水男一直心中有愧 幸亏得到强大的异能 于是重生后她一直用自己的能力惩治邪恶 然后她伸出手 邀请多悠悠一起加入进来 多悠悠 经过调查你没有用你的能力作恶 但你不该将能力一直隐藏 跟我一起为了正义大干一番吧 多悠悠不忧想到了崔雪峰 一个为了正义 一个要使人类回到平衡 这些移植了器官的人 要不成了欲望驱使的奴隶 要不就想扛起世界和平的大器 有病的是我 还是他们 多悠悠抬头说我拒绝 我只想平淡地活着 跟我的爱人一起过好每一天 回到自己破旧的小区 多悠悠心里才感觉到安心 多悠悠一边推开房门 一边对屋里的小石说 小石我今天又遇见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然后眼前的一幕让她阻击 小 小石 如果你睡醒发现女友变成长满触手的怪物 你还会爱她吗 别担心 只要将她放进水中 你就能看见世间最美的女生 为了和女友平淡生活下去 多悠悠决定忘掉自己的艺名 并拒绝了那些满嘴正义家伙的邀请 可谁料再次回家 她却看到没有人在身上 焦急之下 她将女友送到崔雪峰工作室 毕竟崔雪峰之前是研究所的医学研究员 而崔雪峰却说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小石不是人类 所以所有人类医生都束手无策 目前她能做的只有先将小石的器官保存起来 多悠悠听到器官两字突然醒悟 然后她对崔雪峰说 既然理论上一号始源体的器官 全部移植到人身上可以使人永生 那么这些器官用到小石身上 效果一定更好 毕竟小石是二号始源体 我会去把所有器官都躲回来 最后也包括你的舌头和我的头发 你说你要销毁所有器官 但为什么你却一直用水缸 保持着他们的空间 你的真实目的我不管 但是如果你敢打小石的主意 我绝不饶你 然后她开始逐个寻找其余移植者 第一站就是警局 我决定接受那个人的邀请加入我们 然后警官给多悠悠介绍起了那个人 她叫文荒奇 用水的能力帮了我们不少忙 但她却不归我管 因为她不是警察 我知道你们这群人的来历 也明白你们拥有的力量 我有我的目的 就是将你们的力量用到正道上 这一点上我和文荒奇志同道合 如果你要找她 我只能告诉你她现在去找这个女孩了 是 这是白哥 她也是异能者 你加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帮助文荒奇说服白哥加入 如果她不敢 那就除掉她 从警局出来多悠悠开始盘算怎么拿到文荒奇的右手 同时她也诧异白哥竟也是遗址者 而就在这时手机传来信息 居然是白哥在求救 根据白哥发的地址 多悠悠来到一处废旧工地 然后看到白哥躲在角落颤颤巍巍 而他身后是紧追而来戴着头盔的文荒奇 你要做什么 你不是要劝他加入你们的吗 最知人 不配做我们的同伴 难道你想要他的器官 多悠悠 他可是杀害你女朋友的凶手啊 说什么 白哥 为什么 而此时白哥已经切换成孪生姐姐的人格 因为你们都得死 真 真的是你害的小时吗 没错 是我干的 女神相貌完美却求爱11次 但次次失败 然后其中九次他一发 便手刃情敌 但每次做完这些 他竟会觉得很委屈 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他做的 真凶其实是他已经死去的孪生姐姐 他的人格终日在自己和姐姐之间切换 此刻他正以姐姐的人格 对多悠悠放着狠话 说自己的傻妹妹那么痴情 但你竟敢有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他才出手 只为了给妹妹出一口气 多悠悠已经忍耐不了 这个恶毒女人的屁话 伸手在头发里转 一条鞭子幻化而出 你和海南 黄金他们一样内心扭曲 我只不过想远离纷争和小事好好过日子 然后随着多悠悠一诱 见多悠悠惩罚的邪恶文荒七走过来 看来我们都秉承着正义 欢迎你的加入 答案回应他的却是一边 我要你的右手 看来我下结论早了点 随后文荒七对着鞭子一诱 鞭子直接化成水 而多悠悠再次对着头发一诱 那把熟悉的斧子出现在水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选择 加入我 就属你自己 就在这时刚刚掉落的斧子再次化 瞬间变成一只白猿飞起 你没有机会吧 这时多悠悠脑筋飞快转动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变换之力 目前只能作用在一根头发上 而且无法主动撤销已经发生的变化 只有上一根变化结束后 才能再次使用变化 他的断鼻竟然变成了水 伤不到我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血肉之躯 我的身体是由液体构成的 既然你是个水人 那就用火把你蒸发掉 而燃烧中的蚊荒棋却不屑地说 难道你不知道 油也是液体吗 那我先把你这该死的头发烧掉 烈焰的灼烧下 多悠悠逐渐开始失去意识 就在这时脑中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 真是让人操碎了心啊 多悠悠的嘴形竟也开始和声音同步 多悠悠你也真是太弱了 刚从白哥捅你的那一刀就好 又得让我亲自出门 给我睁大眼睛看好吧 这个名为患的神器能力 最正宗的打开方式 绝世妖猴孙悟空的头发 移植到凡人头上会发生什么 多悠悠的头发因此获得72% 公出一根头发就能随心变换万物 然而今天多悠悠遇到生死危机 头发第一次占据她的身体展现完全体 她称自己温患 随着她口中轻轻一吹 万丈夜火就被吸灭大半 全身化为燃油状态的文荒棋 此刻惊叹这是何等强大的能量 但她下一刻却不知死活发起进攻 你果然不明白我们的实力差距 无知蝼蚁 是要你看看何为历练 紧死这招 魂荒棋便只剩下一根手 多悠悠 相贿总是短暂 下次可别再被打爆了 这种换个敌体 多悠悠感到一阵虚脱 换真的很强 接下来多悠悠准备取下白哥的左手 而地上的白哥竟然还没死 她用手抚向自己疯狂爱着的男人面颊 多悠悠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心声 将死之际白哥再次对多悠悠表达爱意 并真诚说出 其实他心里知道姐姐早已死去 只是自己因良心谴责 就把所有做过的我 都归罪于不存在的姐姐 我是一个只会犯了错 然后逃避的烂人 多悠悠 对不起 在死之前他希望能被这个男人原谅 对不起已经没有用了 用你的左手去跟小时道歉吧 一场恶战搜集来的双手 此刻被放入崔海峰工作室的大水盘 多悠悠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孔贤林 目前的情报只知道孔贤林移植了一号始源体的心脏 崔雪峰却说孔贤林没那么好对付 目前自己加上多悠悠也没有一定能赢的吧 多悠悠问孔贤林的异能是什么 崔雪峰说 她的能力近乎无敌 那个能力甚至在生死的范畴之外 就在这时崔雪峰手机传来一条短消息推测 消息内容竟和孔贤林有关 今日孔贤林教授赵台发布会 关于外星人和超能力的谜团或许将被揭态 孔贤林竟然先他们一步展开了行动 死了十万年的怪物身上的器官却还活着七个 而他们却被移植到七个人类身上变成了七个邪神 获得七十二变的多悠悠 独自解决掉了其中四个 他们分别是可以操控空间的 可将万物化为纯金的黄金 还有可以听到别人心中所强的白鸽 而在多悠悠背后还有一个隐藏更深的人物 他就是可以操控重力的崔雪峰 怪物的器官将这些人欲望放大堕落成魔 一旦有人将所有器官及其就无人能敌 终将成为人类世界最大的威胁 孔贤林此次发布会的发言过于劲爆 巨大的危机感使得台下所有记者都屏住呼吸 但是孔贤林却隐瞒了最重要的一点 他自己也是欺人之一 是心脏的移植者 多悠悠和崔雪峰这两人无比威胁 希望有关部门介入 本人孔贤林郑重承诺将会全力配合 看完电视报道多悠悠站起来说 怎么办 我们被整个人类世界敌对了 他是在寻求保护 多悠悠 眼下你只能去自首 随着多悠悠走进警局 所有人严正理 多悠悠也如愿获得了一对新手镯 孔贤林优雅坐下 并指了指左上角 示意多悠悠这里有监控 不要妄想耍什么花样 你们把其他实验体的器官藏在哪了 见多悠悠不回答孔贤林开始挑拨利剑 你不要被崔雪峰骗了 他并不是正义战士 相反 而这时却有一个壮硕的警员出现在孔贤林身后 孔贤林立刻发现不对 刚起身就被一掌击晕 院后之人竟是崔雪峰 他面部用于伪装的多悠悠头发此刻变化解决 下一身多悠悠头发再次挖住斧子将手铐斩断 是崔雪峰右手一抓 身前形成一个保护罩挡 所有枪击 事先安置在外墙的炸弹此刻爆炸 崔雪峰用保护罩再次挡下爆炸冲击 随后两人顺利将孔贤林带走 面对昏迷中的孔贤林 多悠悠悠有点疑惑 真的会这么轻松吗 而转眼两人就再次来到街上 然后多悠悠再次走进警局自首 孔贤林继续说着上次的话题 崔雪峰是在利用你 你要小心 然后化妆后的崔雪峰再次出现在他身后 你真是个喜欢背后说人坏话的你 然后两人再一次顺利带走孔贤林 多悠悠说总感觉进展的有点太顺利了 然后 多悠悠心里想好像有点太顺利了 画面一转孔贤林在警长屋里悠然地喝着茶 仿佛能掐会算一般说 不要担心 他们会自投罗网的 现实警员推门进来汇报说抓到了实验体多悠悠 孔贤林起身就往审讯室走去 此时只有孔贤林能数得清这是多悠悠第几次自首 而多悠悠却还以为是第一次 心里正在盘算怎么才能保证计划一定成功 你们永远也别想走出 这永无至尽的轮回 这个严肃端庄的女教授 以此能把两个身怀异能的男人耍得团团转 为了女教授多悠悠甚至到警局自首 两个爷们使出吃奶的劲 才顺利把女教授带走 就在他们想和孔贤林教授叙旧时 却识听了 两人竟再次回到警局自首那一刻 这便是孔贤林的无敌一门轮回之力 墙上的挂钟竟好像在嘲讽着两个愚蠢 孔贤林老神在在地又一次坐在多悠悠对面 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配合着重复的演出 他再一次提醒多悠悠催雪峰不可行 而多悠悠这次却没有仔细听 他隐隐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这时问询结束警员要给多悠悠戴上手铐 但却发现多悠悠手上竟有一副已经断掉的手铐 看来你之前在别的锁套位置了 上次的手铐还没摘 多悠悠顿时震惊 为什么我会戴着手铐点 我跟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啊 不对 我想起来了 时间也不对 悠悠的起身 我试破你了 这些曾经都发生过 与此同时时空再次转换 场景瞬间挥到崔雪总共作识 孔贤林一脸怨气看着多悠悠 你竟然打破了轮回 崔雪峰此刻一脸懵逼问多悠悠这是怎么回事 多悠悠告诉他自己已经摸清了孔贤林的脑 他能抹去你一段时间的记忆 然后让你在这段记忆里无限循环 崔雪峰 你之前一定无数次尝试过干掉他 可从来没有成功 这是因为你陷入了轮回之中 这就是他到现在还活着的原因 只要你继续第一次尝试干掉他前发生了什么 就可以打破轮回 这段记忆里存在的破绽 一定是一个不合理的细节 然后崔雪峰上楼找了个房间开始苦苦思索 楼下的孔贤林问多悠悠 你为什么想得到始源体的心脏 我没必要告诉你 不重要了 心脏你想要我可以给你 另外我能断定崔雪峰一定走不出轮回 接下来的话你要仔细听 这些是崔雪峰永远不会告诉你的 关于一号始源体 最大的惊天秘密 这个女人把身后的男人困惊记忆轮回理16年 因为男人每时每刻都想干掉他 这男人在不久前确实已经将他一刀干掉 但如今他又活生生出现在男人面前 原来跌落进他轮回之力的人 想伤害他都是净花水月皆为妄想 当男人看到墙上的面具终于有所发现 这幅面具就是他打破轮回的破绽 他激动地拿着面具下楼 当时我潜入研究所带着这个面具 那次多悠悠引爆反应炉 在我脱困时这个面具应该被丢在了研究所中 可为什么却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 多悠悠也立刻认出 这正是崔雪峰第一次和自己交手时代的面具 孔贤林更大双眼 多悠悠欣慰地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打破轮回 可紧接着孔贤林狂笑了起来 崔雪峰对付我恨之入骨的人 一层轮回可不够 你永远永远不可能想起来这个破绽 崔雪峰愣了一下 然后淡淡地说 孔贤林 女人毕竟是女人 你反复告诉我不可能找到破绽 恰恰实在给我提醒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 并不是我记不起来 而是我不愿想起 然后崔雪峰脑中开始闪烁出记忆的画面 从两人的青梅竹马 到第一次表白 到共同研究一号始源体 再到理念不同开始争吵 最终爱情走到尽头 与此同时孔贤林开始抽搐 然后今瞬间变得苍老 多悠悠以为她要变身 立刻严正以待 崔雪峰却说不用紧张 这只是轮回打破后 她变回了正常时间轴的样子 这样一个机关算金的女人 一定会比其他人更加苍老 孔贤林此刻泪花开始打转 没想到你还能想起来我们爱过 崔雪峰却说 你败就败在女人的感性上 这句话仿佛点醒了孔贤林 她恢复了一丝战斗的身材 就算你们得到心脏又如何 想要积极器官 还得有你们俩身上的头发和舌头 你们准备谁牺牲谁获利 多悠悠走上前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谁料这是崔雪峰的手 来到多悠悠头顶 在壮力异能的作用下 多悠悠被一记轰翻在地 然后崔雪峰拿出一把斧子 孔贤林已经失去抵抗能力了 我得优先处理掉威胁最大的人 崔雪峰 你果然 这个崔雪峰一记落下 多悠悠伸手分离 脑袋离开身体三个小时 还在说外语 而且还会跳舞 然后接下来他咕噜一下 这个戏法 下一刻脑袋主人多悠悠 走暗处走出 崔雪峰此时已经明白 自己刚才砍到的是 多悠悠头发幻化的替身 多亏我听了孔贤林两句劝 才没被你砍死 原来刚才崔雪峰上楼之际 孔贤林给多悠悠 讲了一个惊天秘密 一号始源体并未完全死去 他有自己的意志 他想通过活着的七个器官 让自己重新复活 孔贤林一直在试图杀死始源体 但用尽一切办法都未能如愿 然后他将始源体的七个器官 分离出身体 而分离出来的器官 却每时每刻都向着本体靠路 无奈之下孔贤林决定 将这些器官移植到人类身上 想通过人类的意志 来压制始源体器官的回归 他神仙士族尝试 移植了始源体的心脏 就在孔贤林移植后休养期间 已经陷入疯的崔雪峰 程虚移植了始源体的口腔 崔雪峰的最终目的是 想将所有器官移植到自己体内 从而取代始源体 成为一个强大永生的存在 由于孔贤林获得的轮回之力太过无解 崔雪峰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逃离了研究所 然后孔贤林继续寻找着合适的移植者 其中两个移植者心态和情绪 一直很不稳定 就把他们监管起来 他们便是移植了脊椎 而获得空间之力的海南 和移植了眼球获得点湿成精能力的黄金 而移植了右手获得水之力的文荒器 和移植了左手获得他心通的白鸽 孔贤林告诉他们离开研究所后 要跑得越远越好 始源体的起源未知 但能力太过逆线 一定不能让他活过来 多悠悠 被崔雪峰利用了 他对你说的一切都是在骗你 他说想销毁所有器官 为什么一直在保持这些器官的活性 他是在搜集器官 我才是要分裂始源体的人 多悠悠陷入两难的角色 他此时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 直到刚才崔雪峰劈向自己的内容 才让他变明真的 干嘛 崔雪峰 接下来就是决战时刻 离了个大破 人类波音员移植了一根怪物的舌头 而这对舌头竟让他获得操控重力的 还有一个光头移植了怪物的头发 然后他竟可以用头发追星意72遍 得到舌头的崔雪峰巧识如何 曾经哄骗72遍多悠悠 帮他搜集怪物其他器官 今天所有器官已经聚起 崔雪峰竟突然撕破了 偷袭多悠悠 而多悠悠难得机制一次 用头发换话之外的替身挡下这击 同时也识破崔雪峰的狼子野心 至此两人不再啰嗦 这次既决胜负也决生死 崔雪峰率先发起攻击 悠悠悠举毙格挡弹被轰飞 然后他一记扫堂腿攻其下盘 其跌倒立刻跃起 再次换话出力把顺手的缚子 与此同时崔雪峰将手置于口前 再次挥手竟形成一个保护招 堪堪挡下多悠悠的力 然后崔雪峰左手凝聚重力 向着多悠悠抓来 这招对我已经没用了 这招对付蠢货百事不爽 不讲武德的崔雪峰右手悄悄伸出 手掌一个翻转 在重力反作用下多悠悠向上飞起 空中的多悠悠此刻终于看清 对方施展重力的法门就是掌心 于是空中斧子再次变化 画出一只剑手瞄准崔雪峰 崔雪峰立刻不可置信 看着自己标显的身形 标却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积老拳轰出 然后立刻站定 抓住崔雪峰的手 要让多悠悠之前可是正牌保镖出身 一身格斗琴拿技巧信手拈来 刚刚射出的箭矢再次变化 直接化成一副引手镯 然后被温柔地带在崔雪峰手上 崔雪峰 别挣扎了 你帮过我和小石 我不想杀你 我只要你的舌头就想吃 回应他的是崔雪峰一个前空犯 多悠悠直接遭受一记被摔 就连孔弦灵都看不下去了 多悠悠你这个蠢货 这种时候怎么能有富人之人 这时崔雪峰用手从嘴中一抽 然后抽出一张贴纸 形状竟和他手心里的一模一样 随后他将贴纸轻轻一丢 多悠悠瞬间承受了 这时多悠悠才真正明白 崔雪峰的一切神通 都源自口中的贴纸 然后崔雪峰再次挥起立服 孔弦灵暗叹一声 完了 要剧中了 他是绝世大妖孙悟空的人间代理人 一身七十二变神通就藏在他头发之中 他是海贼王海军大将藤伙的孙子 最重力的操控目前已有藤虎的七成水准 七十二变的多悠悠此时被重力压倒 动态不疼 而准利操控者崔雪峰此刻已准备将离服劈下 飞机时刻多悠悠变换出一个液体防护罩 被液体溅了一身 崔雪峰发现那竟然是有 不抽烟的多悠悠不知道从哪摸出一栋口机 一瞬间崔雪峰变成一栋 奈何天功不作美 天花板上竟有烟感灭火气 多悠悠自语道 这么多油烧起来 这点水不可能浇没 挣扎了两下 就从火中露出淡定的眼睛 我眼睛被他的保护罩逼退了 你把我的贴纸想得太简单了 你烧不掉贴纸 更杀不死我 然后崔雪峰在脸上一撕 竟露出了完好无损的嘴和怪物的声头 原来就连把嘴缝死这件事也是在欺骗多悠悠 多悠悠感叹 不愧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然后多悠悠就向头发中揪去 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崔雪峰却说我没有要杀掉你的意思 我只想要你的皮肤和头发 用它们来换你女朋友的命 你觉得划算吗 多悠悠如遭雷击 打了这么久 他才想到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小石的情况 果然走到水缸处小石已经不在了 混蛋 你把小石弄哪去了 放心 它很安全 只不过还没有醒过来 我可以保证它的安全 只要你将器官交给我 我保你和小石能过回二人世界 我以我的个人信誉做保证 你有信誉 你在跟我开玩笑 不过形式比人强 多悠悠不得不低头 然后厄运就轮到孔贤灵 崔雪峰 你还有人性吗 一点点旧情都不念吗 都跟你说过 你败就败在女人那该死的感性上 生命的最后一刻 孔贤灵留下一滴不值得的泪水 身怀无解轮回之力的孔贤灵 足 正所谓 两难打斩 梦入乎 顶经一看 女人足 你见过头发得癌症吗 对头发动手术你又可曾听说 如此高难度的手术 全球也只有这个医师会做 它可不得了 就连它的舌头都是自己给自己医治的 而这竟不是人类的舌头 它来自这个叫做一号始源体的怪物 怪物的每个器官都能赋予医治者神奇的异梦 只要取下病人的头发 它就可以积起所有器官 取代怪物成为新的始源体 为了让多悠悠安分辈手术 崔雪峰拿手机给它看了看 屏幕里是被崔雪峰藏起来的多悠悠女朋友 崔雪峰说我会让你睡一会儿 醒来之后你就可以安心和女朋友团聚了 说着就要给多悠悠住圣麻醉针 很可惜我还不困 下一刻一变突起 多悠悠变成了头发换得完全体 疯了 你不管你女朋友死活了 小时是二号始源体 你怎么使得杀掉她 小时的照片里有紫色的毛巾 据我所知 只有你崔雪峰的旅馆里用紫色毛巾 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说话间多悠悠突然出手 一手伸进崔雪峰口中 然后顺势猛力一成 有什么东西被抓在了手中 我只需要把你干掉 然后把你那该死的旅馆翻个底朝天 就能找到小时了 就在这时崔雪峰的身体发生一变 身体里的贴纸像不要钱一样吐了一笔 与此同时多悠悠摊开手掌 却看见手中抓的不是舌头 而是贴纸 不得不说崔雪峰的变身有点恶心 她不停地呕吐 并像个异形一样不断蠕动 最后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 有人说过你很丑吗 不过我很惊讶你竟然也有变身能力 其实崔雪峰也很意外 她原本以为只有自己可以和器官融合变身 于是头发怪和舌头怪的巅峰对决 现在开始 多悠悠一拳抡起 直接把崔雪峰轰了个透心了 而崔雪峰的身体竟也能变形 下一刻一个巨大的舌头晃化而出 对着多悠悠就使用重力 轰了一声多悠悠被砸进墙里 差点抠都抠不出来 多悠悠不慌不忙地说 我发现变身后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突破只有一根头发可以变化的限制 下一刻多悠悠竟用头发 晃化出一排加特力 然后对着崔雪峰就是一阵 直接把崔雪峰了个稀巴 但帅不过一脑 最内的来了个模仿秀 同样一排加特林正在急速成形 我也发现了变身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突破肉体的限制 这个丑肉的人行贯浑身是宝 移植了他的心脏可以操控时间轮回 移植了他的右手可以放万物为水 移植了他的左手可以听到他人心声 而移植之人却被放大欲望 移植了舌头获得操控重力的崔雪峰 妄想取得所有器官成为永生的超人 如今挡在他面前的指剩下移植了头发的多悠悠 让他惊讶的是多悠悠镜也和自己一样 可以变身成器官的完全体 当多悠悠变换出加特林枪阵 崔雪峰化作无数重力纸片贴在多悠悠身上 顿时多悠悠被重力压制站不起时 不过煞时间多悠悠从发化 将纸片烧得干净 而此时空中却还有一个漏网的纸片 他竟开始说话 我的纸片是无穷镜的 随着说话纸片开始复制 然后崔雪峰头颅再现 我可以变换任意形态 还能继续从舌头里铲出贴纸 无穷无尽 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我虚实无形 你又如何战胜我 多悠悠不屑地说 牛都被你吹绝育了 那你试试能不能伤害到我呀 回应多悠悠的是崔雪峰的狂笑 然后多悠悠身边出现无数零散纸片 在纸片重力作用下 多悠悠竟然漂浮了起来 没错 我确实伤不到你 但不代表我不能控制你 在崔雪峰的重力操控下 整个顶楼建筑竟然升空 然后朝着高空飞去 可惜了我的房子 不过我的减重贴纸会把你带到大气层外 没有氧气你的头发再也燃烧不起来 等你在真空中窒息而亡 我的贴纸自会带着你的尸体回来 空中的多悠悠为了破开贴纸想尽办法 但它的攻击像打在棉花上 加特林的扫射也无济于事 而这时房子已经快飞到大气层边缘 极度缺氧下多悠悠冷静思考 自己所有的攻击都是因为被贴纸减少了重力 才变得无效 而现在满屋的贴纸都是倒三角形状 但之前崔雪峰的重力功低用的是正三角贴纸 那么正三角是增加重力 倒三角就是减少重力 如果我想脱困 就得增加我自身的重力 有了 只见多悠悠静用头发模仿起崔雪峰 一瞬间幻化出无数个正三角贴纸 然后这些贴纸被多悠悠裹满全身 弓了一声多悠悠打穿建筑地板 直直向下飞去 此时崔雪峰悠闲地坐在破损的露天房间里 时间差不多了 多悠悠那家伙应该已经完蛋了吧 而此刻他头顶传来呼啸的破空声 立个打不死的小枪 正急速朝着自己俯冲而来 崔雪峰 拿命来 这个飞碟的造型竟然模仿人类的教堂 而驾驶员却抛弃飞 肉身朝着地球砸来 急速飞行中他一路火花带闪电 快要落地时 他手中幻化出一个像风筝一样的巨大贴纸 地球人崔雪峰直呼对方不讲武德 蕴含着恐怖的重力欲 而这异能却原本属于嵌在地面的崔雪峰 重力异能老师傅崔雪峰隔着贴纸发出嘲笑 然后他身体出现保护罩将巨大贴纸撑开 此刻他对多悠悠的头发无比向往 对方竟然连自己压箱底的重力贴纸都能变出来 然后他身体化作无数贴纸 并凝聚在多悠悠背后上空 多悠悠头发顺势变换出火焰 崔雪峰再次化作无数贴纸散落开来 崔雪峰你已经输了 无论你变出多少贴纸 我只要比你多一张就可以 而且不好意思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命了 那就是你所有的贴纸都是由一张复制出来 而我的头发变换万千 你怎么能敌 我抓到你了 崔雪峰 有了你这最后一个器官 我就可以救小时了 见大师已去崔雪峰却狂叫了起来 小时 你叫的还真亲切 你恐怕忘了你的小时是二号始原体 始原体可不是什么善类 然后崔雪峰用最后的气力开始讲述 自己为什么如此执迷始原体器官的原因 当时对始原体的研究一筹莫展 而崔雪峰因为心脏病身体已是强弩之末 突然有一天实验室里传来一个射人心魄的声音 你可以把始原体的心脏移植给自己吗 当时崔雪峰以为自己因为太累出现了幻音 而他却不知这个声音将移植的念头 当成种子重大了自己前一世 于是有一天他鬼使神拆的就开口 跟孔贤灵商量起移植心脏的事 而孔贤灵却言辞拒绝了 理由是不忍心崔雪峰冒如此大的手术风险 但背地里孔贤灵却将心脏移植给了字 于是那个声音再次出现 他不想让你活下去 他想得到始原体一样漫长的声音 亏你还爱着他 但你的爱人已经把你抛弃了 多悠悠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一号始原体的伙估 你现在完全可以让自己获得永生 你口中的小石龟跟结底只是一个怪物 那和多悠悠道心坚定 一把捏爆了手中的贴纸 你们这群人总喜欢为自己的过错找理由吗 至此 搅动整场器官争夺战的崔雪峰 然后多悠悠拽下一根头发 一口仙气吹出 变换出无数蝗虫 开始在崔雪峰旅馆里地毯式搜查小石的位置 深夜窗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脸 他还亲切地告诉眼前的男人自己吃了他女朋友 多悠悠闻了女方危机 自己为救小石拼命战斗 结果爱人却丧生于怪物之口 下一刻他就要用头发幻化武器为小石报仇 而怪物却说年轻人先别急着动手 你的女朋友并未死去 我吃掉的只不过是她的潜意识 原来人活意识 意识只是操控行为的手段 而不受控制的潜意识才是真正的灵魂 当人们熟睡之时产生的梦也是潜意识的一种 此怪自称其名为言 专以人类的梦为识 那个女孩躺在水中已经昏迷了好久 她确实算得上难得的美味 为了避免战斗眼告诉多悠悠 如今小石的身体被崔雪峰藏在研究所 但是想救出小石的潜意识 就得让自己吞掉多悠悠 多悠悠说你胡说八道 你想吞噬的话有万千入梦之人可以吞 为什么瞄上我 实不相瞒 你身上有比梦更美味的东西 你的头发让我欲罢不蒙 她和之前那些舌头 心脏 手臂等等一样 美味至极 那这样就能说得通了 快吞了我吧 多悠悠就人心切朝着窗外无人处 这里是梦境世界 女孩迈着优雅的角度走过学校走 她叫伊东史 是一个普通学生 每次她经过七班教室都会往里眺望 那里有一个怪怪的人 永远不说话扭头望着窗外操场 小诗每天都会隔着墙壁对她说一声早安 但从来没有被回应 这样一个神秘的男生 鼻子 眼睛会是什么样吗 小诗心里想的男生 同时在纸上画出信心 其实仅仅每天早上能看到他的背影我就满能了 这天因为帮老师整理文件 小诗回家时已是深夜 夜晚街上无人寂静无声 小诗尽量走在路灯照声下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身后有个人影在尾随自己 突然前方路灯下他看到一个人影 他集中生智装作和那人影认识 亲爱的 今天因为帮老师整理文件 所以放学有点晚 身后尾随的身影见此情形遁住脚步 而路灯下那个人 能再见到你真好 小诗 这个巨大的怪物总在深夜悄悄来到人类窗前 他窥视着所有早睡入梦的人 他会无声无息地吞掉早睡着梦里的意识 前不久他刚刚吞掉眼前男人的女朋友 还告诉男人如果想英雄救美就得被自己吞掉 只有想办法使梦中的女孩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才可以将其救出 但同时男人也得时刻面临永坠于梦醒不来的风险 多悠悠听罢就跳入怪物口中 营救小诗的信念他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于是有情人在梦中路灯下相见 而这时小诗却在面临危险 他身后有一个黑影正在尾随 然而诡异的是当小诗进入路灯照射的范围 突然身后的黑影遁住脚步 他竟发现自己跟踪的女孩瞬间消失不见 当多悠悠向小诗深情表达思念时 小诗看向多悠悠的眼神竟闪过惊恐 随即他慌张转身离开 风中的多悠悠身出手 却留不住考虑的爱人 也抚不平自己凌乱的心 梦中的小诗不认识多悠悠 但他每天都在默默关注另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总是扭头看着窗外操场 就当他隔着窗户跟从未谋面的男生说早安时 多悠悠出现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小诗惊恐回头 再次慌张跑开 多悠悠对着他的背影解释这里是梦境 告诉他自己找他多么辛苦 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这里只是一个梦 回应他的却是一句你有病啊 看着认真上课的小诗 多悠悠心里出现了犹豫 小诗在这里有平稳的生活 还有那么多朋友相伴 甚至好像有了心仪的男生 而且他再也不怕离开水了 其实现实中的小诗只有在水中 才能保持美少女的心态 一旦离开水就会变成怪物 也许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父母和姐妹 虽然那些亲人是虚构出来的 但小诗毕竟在这里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多悠悠犹豫了 自己想救出小诗的想法 是否太自私了 他就在这世面前的池塘泛起了你 水中一个怪物朝着多悠悠哭来 恶然是怪物形态下的小诗 水中多悠悠者想自己的头发 画画出一把符 这里是小诗的梦境 为什么会出现小诗脱水后的怪物 难道这是小诗的恶梦 不好 小诗有危险 小诗 快离开这里 他马上就要来找你了 他会把你的美梦变成恶梦 放开我 你到底是谁 你再胡闹我就要报警了 醒醒吧 一东诗 这里只是你的梦 这里的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 因为你把我忘却 所以你跟我接触的事实 他们也会忽略掉 他们现在根本看不见咱们俩 这时班里的同学还在认真听讲 不然间 怪物来到了小诗身后 女孩只有在水中才能保持人形 离开水就会变成触手怪 十年前她从海中被一个人形生物带上海岸 但那个生物上岸就没了生命体征 更惨的是他们很快被人类发现 而那个被称为一号始源体的生物 也被人类紧迫 七个人类移植了她身上活着的七个器官 竟然获得了七种异能 变成了七个超人 多悠悠移植了怪物的头发 于是获得了随意变换万物的能力 机缘巧合下她和水中女孩相恋 女孩因此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伊东石 原本多悠悠以为可以和小诗意志平淡生活下去 但小诗却被一个叫做眼兽的怪物吞下 眼兽游荡人间以人梦为始 被她吞下的人都会坠入梦中无法醒来 为了救小诗多悠悠选择主动被眼兽吞下 而梦中的小诗正在面临危险 她的触手怪形态突然出现在身后 多悠悠一个俯聪救下爱人 小诗惊恐地问刚才的怪物是什么 那是另一个你 也是要伤害你的怪物 这里只是你的梦 我要带你离开这里 你得离它越远越好 但怪物很快就追来 多悠悠扯下一根头发 瞬间幻化出一个盾牌 她将小诗护在身后 但她却被怪物缠绕 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看小诗走远 多悠悠幻化出一柄长剑 认真起来 终于把怪物制服 多悠悠朝着小诗追去 可是突然 拍枪之人竟然是已经死去的海南 海南移植了始源体的脊椎 生前拥有掌控空间的能力 多悠悠想不明白已经死去的海南 为什么会再次出现 海南对多悠悠说 时辰已到 紧接着 攻击之人赫然是移植了眼睛的黄金 时辰已到 但他们攻击结束却又消失不见 忍着伤痛多悠悠来清洗伤口 水中出现的竟是移植了右手 获得水之力的文荒器 这些人不已经死了吗 多悠悠不想纠缠 但 这次是移植左手获得他心通能力的白鸽 时辰已到 这件文荒器化身为由沾满多悠悠全身 与此同时一把大火在多悠悠时辰起 小狮此时打开气斑的门 他放心不下从未见过面的男生 他永远扭着头望着窗外 小狮对他有一种异样的情绪 他对男生喊得快逃这里很危险 并激动地抓起男生的手 但却被男生甩开 而这 却是他第一次见到心中男生的面容 只见青年冷淡看了一眼地上的小狮 就再次转头看向窗外 小狮心里生起深深的挫败胆 这时被烧焦的多悠悠推门而入 小狮快离开这里 这里危险 但小狮已经被多悠悠的面目震惊 可突然 那头怪物破窗而入 男人即和恶魔做交易 只为救醒植物人女朋友 于是他被恶魔一口吞进梦境 梦中的女友每日隔着玻璃窗放花痴 而他喜欢的却是另一个帅气男生 但男生对他冷漠至极 更是一手将他推倒在地 然后就继续欣赏起了窗外风景 谁料这时窗户被打碎 闯进来一个人形触手怪 其实这个触手怪是从女孩身上衍生出来的 在现实世界里他只能生活在水中 一旦离开水就会变成触手怪 关键时刻男人赶来 为了救女朋友他一路厮杀身体已经被烧毁 但这时触手怪已经将女孩抓在手中 看到女友倒下男人瞬间发狂 他用最后一根头发幻化出一柄长刀 他头发的变换之力来自一个叫一号始源体的怪物 他移植了怪物的皮肤毛发 怪物的七个器官都能赋予移植者不同的异能 但如今其余六个移植者已经死去 男人猛力挥刀 直到怪物真正死去 当怪物突然之间幻化出巨神 将男人死死围住 这怎么可能 触手怪刚刚才死 随着怪物以使劲 男人全身骨骼寸断 就在他要没命的时候 却诡异地在一个房间醒来 可他却不记得这个房间他曾经住过 于是曾经的经历重新上演 从他被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 接着遇见贪吃的胖子海南 一桩桩一模一样的事 一个个一模一样的人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重复 他终于记起 自己正在救女朋友 而这些重复的过往 都是源自那个叫孔贤林的女人的能力 他移植了一号始源体的心脏 获得了轮回之力 随着他看破续换 他瞬间回到原本的时间线中 而袭击自己女友的怪物 已经被自己挥刀了 这时又一个熟人出现 他竟是移植了舌头 获得重力能力的崔雪峰 崔雪峰淡淡的说 别挣扎了 你斗不过命 他身后跟着的正是孔贤林 孔贤林告诉眼前的男人 你以为你挣脱了轮回 不 这里还是轮回事件 而且是永远没有出口的轮回 多悠悠 你永远出不去 恍惚间所有器官移植者 都出现在多悠悠面前 他们一口同声的 对多悠悠说着一句话 时刻已到 而这时多悠悠女友 梦中暗恋的男人 走向怪物 并将其暴起 然后怪物竟发出一阵光芒 光芒散去后 竟变成了多悠悠的女友 接着神秘男人亲吻了她 然后女孩变成点点荧光 并最终消散 多悠悠 你做得不错 作为回报 你的女友在现实世界已经醒了 不过 你将会永远留在这里 我被人类称作远古全能之神 但生成丑陋模样 当我终于从海中上岸 去耗尽所有生命 我记忆已经错乱 记不清楚 当时为何怀抱一个怪物幼端 当我被人类解破研究时 仅仅是我身体已死 但七个器官还活着 就震惊了这群渺小的人类 而我残存的意识 躲进了这些器官 他们日夜对我研究 却破解不了器官活着的秘密 甚至动用各种手段 都无法使其中一个器官真正死去 对我越是未知 他们研究得越痴迷 我读到了他们心中的贪婪 于是我开始试着诱惑他们 我需要他们移植我的器官 需要有一个家伙可以帮我复活 我最看重的是这个叫做崔雪峰的人 他心思缜密深沉 最重要的是他埋藏颇深的野心 为了驱动他我下了猛料 先是诱惑他 医治我的心脏挽救他病痒痒的身体 然后却悄悄惑这个叫孔贤灵的女人 先一步移植了心脏 果然这对曾经的恋人决裂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开始你的表演吧男人 但我心脏中的轮回之力太过无解 即使崔雪峰医植了我的舌头 获得操控重力一模 也一时拿他没有办法 但我有的是耐心 人类和神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生命长度 我等得起 而这些满心妄念的人类 在成神的诱惑面前 焦急如热锅之影 渐渐的我的其他器官 分别被移植出去 但这些人我大多不满意 这个叫海南的胖子 移植了脊椎 获得了空间之力 如此神力竟被他用来召唤 食物满足食欲 他第一个被干掉 云争中败下阵来 还有那个移植了眼球的黄金 只懂用精子引诱人们 变成他玩耍的肥人 这个叫文荒奇的男人 移植右手获得水距离 天天想着为世间主持正义 真是拿大炮轰蚊子 岂不知人类狭隘的价值观 在神的智慧面前 只配为初宝 移植左手获得他心通的白鸽 别提了 他只会逃避过端 何谓爱情飞蛾不火 最让我生气的是 他们竟将我的最后一个器官 移植给了一个保佑 多悠悠 移植了我的皮肤毛发 获得了变幻万物的能力 我在他身上 看不到任何做成大事的记性 他和我当初怀抱的怪物 幼崽相恋了 那个怪物离开水 就会变成本体 只有在水中 才会保持少女的一样 文荒奇鼓动多悠悠 为了正义而战时 没出息的多悠悠 选择缩回自己的爱情 竟然说要和爱人 平淡生活一辈子 还好爱上多悠悠的 神经病白鸽 差点就干掉多悠悠女友 于是为了获得 所有器官拯救昏迷的女友 跳梁小丑多悠悠行动了起来 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一个人 就干掉了黄金 白鸽 文荒奇 但我依旧不看好他 因为他同时陷入了 孔贤林的时间轮回 和崔雪峰的阴谋当中 我也曾期待过 孔贤林能翻盘崔雪峰 但女人刻在骨子里的 妇人之人让他败下阵来 我得好好欣赏 最后两个男人的对决 这时我对多悠悠 生出了一丝期待 他似乎有点不一样 所谓人心动 神心定 而这家伙看似一无是处 但终守爱情 和追求平淡生活的心 好像从来没有动脑 最终结果令本身 大跌眼睛 多悠悠赢了 但他想救女友 还有最后一关考验 当初我打破未免 来到这个世界时 身心受损 结果被这个叫 眼兽的家伙吞掉一半神石 若非如此 我也不会费尽 心神引诱这些人类相争 这眼兽是个 以人梦为实的贪吃骨 他奈何不了我 只能和我合作 我的目的是出去 而他想吃掉 更多有趣的灵魂 他在我的建议下 吞掉了多悠悠女友的意识 果不其然 多悠悠为了救女友 直接跳进眼兽口中 然而他繁衍蒙尘 竟把意识世界中 女友的本体当成怪物 为了解救我 幻化出来的虚假女友 正牌女友被他干掉 真是干得跳呀 随着多悠悠进入眼兽世界 我所有器官上的意识 都回归我的本体 于是这个空间 再也困不住我 离开这里之前 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为多悠悠同学 安排了一场 盛大的羡慕运步 让所有遗旨者 对他说了句 时却已当 这个时辰 当然是我的吉时 这一个个渺小的人类 如同一个个串珠 他们共同串联起 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使我这段日子 不会无聊 我品味着众生苦 众生悲 众生喜 众生皆妄念 第二件事 是我解救了 多悠悠女友的意识 这个小怪物有点意思 回归完整的我 还是记不起 当初为什么 要带她来到这个世界 多悠悠 感恩我吧 你的女友 有一个男人走进研究所 他将你的女友带走 不过放心 今后我会替你好好 照顾女友的 而你 就永远被困在 眼兽世界的无尽轮回里吧 随着我的意识回归 我的身体开始逐渐复原 但真正醒来之后 我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我也是人类 宝子们 无妄之灾 戏观篇已经完结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不过悟空需要等一下 漫画进度 希望宝子们持续关注悟空 在不久的将来 无妄之灾 后续精彩内容 却耗尽所有生命 而他也记不清 为何怀中会抱着一个怪物幼崽 当人类发现病 开始研究他 却发现虽然古神已经死亡 但其身还有七个器官活着 而每一个移植了 这些器官的人类 都获得了一种逆天异能 移植心脏可获得时间轮回之力 移植舌头可操控重力 移植脊椎可随意穿梭空间 移植眼睛可将一切物体变为黄金 移植了右手可以划万物为水 移植了左手可得他心通听他人心声 移植了皮肤毛发可获七十二遍 而移植之人也被放大了欲望 于是几乎所有移植者都参与到了 夺取全部器官的纷争之中 可最后胜出者是移植了毛发的多悠悠 但他却不是为了获得所有器官而战 他是所有移植者中的傻子 他搜集器官只为救火自己的女友 伊东石 而伊东石的真身 竟是当初古神怀中的怪物幼崽 一旦他离开水就会变成怪物之身 但只要他在水中 就会变成赛国貂蝉杨贵妃的美人 可这场纷争却是古神的一场阴谋 就连最后多悠悠救出的伊东石 都是古神的障眼法 最终古神所有器官回到体内 而所有移植者的灵魂也被古神封印到伊沙海 古神复活了 但复活并恢复记忆的古神却发现 复活后的自己原来也是一个人类 只不过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类 他的名字叫李幻武 纷争过了几个月后 当初的怪物伊东石 此时正陷入一片黑暗中 他听见有个阴森的声音 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我当他回头 出现在身后的赫然是 当初抱着他上岸的古神 原来只是一场梦 是闹铃将伊东石从噩梦中唤醒的 古神李幻无复活后 他也逃离了离开水 就会变成怪物的魔咒 但他也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现在的他 是一个每天坐着地铁上学的学生 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样 这让他羞红了脸 地铁上这么多人 只有他知道自己正在遭遇着什么 而就算有其他人能看到 可能也选择不忍麻烦 好在 有人出手解决了麻烦 出手之人叫张银 是伊东石的哥哥 他和伊东石在一个学校 伊东石记忆中张银的父母 收养了遭遇车祸后的自己 还为自己注册了学籍 带自己亲如一家 上课时伊东石在想 张银哥哥的父母 会不会认识自己的父母呢 自己到底之前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会失忆得这么彻底 这时班主任说 同学们安静一下 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转学生 而来到班里的新同学 赫然是李幻武 不知为何 伊东石和张银一起 盯着李幻武看了许久 老师直接安排李幻武 坐在伊东石后面的位置 恰巧张银坐在伊东石 卸后方两个座位 其实男人也有很强的第六感 张银盯着李幻武面色不善 因为他分明看见 李幻武整节课都在看伊东石 课间 张银在篮球场挥洒汗水 而伊东石老老实实在当着观众 可李幻武却走了过来 他问 张银是你男朋友吗 伊东石红着脸解释 张银只是哥哥 李幻武说我和你之前认识 伊东石惊讶了 他太想知道自己的以前了 他屋里哇啦问了一大堆问题 而李幻武却摸向伊东石的脑袋 奇怪的是伊东石竟然完全没有抗拒 李幻武说你放心 他能做到的我同样能做到 他做不到的 我依然能做到 伊东石愣住了 他隐隐觉得对方口中的他指的是张银 而李幻武却离开了 他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好一会儿 李幻武刚才口中的他 其实是多悠悠 李幻武感叹道 没想到关在我体内的多悠悠 对伊东石的情感竟然如此强烈 竟然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去摸他的头 夜晚 张银妈妈问伊东石今天过得怎么样 张银有没有欺负你 伊东石说张银哥哥很照顾我 今天还有一个新同学误会哥哥是我男朋友呢 可张银立刻甘大站起身 木讷地回到了房间 而到了晚上 张银脑中震耳欲聋的机车轰鸣如气而生 他挣扎着 抗拒着 但他胸口的那个奇怪了准 突然亮了 附近的小路上 一个九猛子正在酒后散步 突然他听到一阵机车轰鸣迅速游远寂静 紧接着他被一股巨大的气冷心烦 而等他爬起来回头看 却只看到地上留下的一阵活化带闪电 人类传说中的远古全能之神 却深藏于海底五十万年 五年前他突然上岸 可他的无尽生命竟已走到尽头 而奇怪的是 他竟用命守护了一个幼小的怪物 而这怪物如今变成了一个女孩 但女孩已经失去记忆 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学生 而他更不知道 他上学的路上 有一辆车一直在跟踪着他 车里做了一个白发壮汉和一个眼睛绿毛 绿毛劝壮汉先不要冲动 可壮汉却举起刀 说你在叫我做事 谁给你的优越感 但下一秒两人愣肿 因为有个白发中学生正往车里窥视 嘴里还喃喃着 果然高级车从车窗外看不到里边呀 壮汉拉下车窗说你小子在找死吗 而车里的两人已经同时警觉 开始摸向手边的武器 男生似乎很惊讶地说原来车里有人了 但下一秒男生表情变得阴沉 他说一东时已经是高中生了 不需要家长再来送他上学了 你们两位家长回去吧 上课要迟到了 男生走了 车里两人立刻明白 盯着女孩一东时的 不止他们俩 这时壮汉突然看向车门框上 那男孩竟在车里留下了一张诡异的贴纸 紧接着 汽车像被空气捏笔 一个神秘的大厅内 车里的两个人竟然在如此剧烈的爆炸中活了下来 他们对一个神秘的背影汇报着今天的遭遇 神秘人说 你们受到的攻击和曾经移植了一号使元体舌头的崔雪峰的手段很像 而二号使元体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在社会上生活 将来必会起无尽的纷争 所以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是尽快收回他 而他口中的一号使元体就是当初已死的古神 但古神身体上当时还活着七个器官 只要移植了那些器官 就会变成拥有一能的超人 而二号使元体就是当初古神死前保护的那个小怪物 也是如今的女孩易东石 易东石如今寄宿在别人家里 并认了这家的男孩张银为哥哥 张银的爸爸告诉易东石 当初他出了车祸失了意 家人都不在了 是自己好心才收留的他 而今天晚上 张银的爸爸坐在书房又想起了那段不堪回忆 当初在研究所 张银爸爸请求孔贤林帮自己儿子移植一号使元体的器官 因为自己的儿子身受重伤马上就要停止呼吸 可孔贤林却劝说他面对科学研究不要有私信 但第二个月孔贤林就开始了移植实验 而第一个移植者竟是孔贤林自己 张银爸爸气急 他暗暗发誓 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死掉 他甚至另辟蹊径研究了人造器官 后来沉睡的一号使元体干掉了所有的器官移植者 复活了过来 而混战中 张银爸爸捡了个漏 他将易东石带回了家 此刻白天的事太已知晓 他很头疼 因为他明白 研究所的人已经知道二号使元体一东石还活着 夜晚张银的房间 他脑中再次响起剧烈的急事轰鸣 张银爸爸仿佛有所感应 儿子 我知道你每天都很痛苦 再忍耐一下 等我研究明白二号使元体的器官够到 就可以移植他的器官来救你了 你坐地铁是有没有想过 车厢里拥挤的人群可能会突然互相撕药 这个射数突然身体僵直 然后他脑中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 告诉他人生得一须静欢 告诉他不要压抑自己 告诉他去看 然后射数突然地铁原地误到 一东石听见隔壁车厢传来一阵骚乱 人们喊着疯了疯了救命呀杀人了 都朝着这边跑来 快报警呀 快跑 射数此时已然癫狂 一东石看到了癫狂的射数 而射数也看到了一东石 我的 我的 然后射数满口吞血 扑了上来 关键时刻 张银再次救了一东石 平时谦虚镇定的张银 此刻好像不一样 他疯狂地出拳 嘴里喃喃着别想伤害小时 正常人遭此重击 应该已经不能动弹 可射数此刻不向人类 他一把抓住张银的后颈 下一刻竟以超越人类的速度 跳到张银后背 他口中说着奇怪的话 区区人类 是伤害不了我的 然后他对着张银一口咬下 可突然间电光撕起 射数发出淒厉的惨叫 空气中立刻传来烤落的味道 终于结束了 射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怎么可能被人类干掉 张银赶紧查看伤口 不许看到 自己被撕咬的肩膀 他把起上衣 车厢里最淡定的是一个黑影 他竟然是李慌五 他轻声难闷 你们可全都不是人类啊 警局里 张银说那人发了狂 咬遍一条街 咬我时不知碰到了哪根电来 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老警官觉得真是荒谬他妈 表荒谬开门 于是他突然出手扯下张银的衣服 张银也惊呆了 自己的伤口竟然愈合了 但现在可不是任由世界观崩塌的事件 于是他只得沉着应对 先出了警局再说 晚上张银的脑中又传来恐怖的机车轰鸣 他快要疯掉了 他无比深刻地明白了 自己真的不是人 从警局回来 他就问爸爸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机械 为什么能自己愈合 爸爸是一个牛批科学家 他给张银看一个名为原造器官的手稿 里边绘制着尖色的图形 但能看出来 是在设计以机械代替人体的手稿 张银说这是新一代机器人吗 但爸爸说 不 这是你 我的儿子 爸爸说在你很小的时候 一次玩耍中你受了重伤 正常的医治已经挽回不了你的性命 于是我倒用了研究所的技术 加上我自己的理解 将你改造成了人造人 儿子 爸爸能听到你每晚都在惨叫 爸爸知道这副身体还不够完善 再忍耐一下 再忍耐一下 爸爸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材料 爸爸一定会让你摆脱痛苦 可爸爸不知道 张银每天晚上的痛苦并不来自于身体 而是体内好像还住了一个人 张银用力扯下自己的表皮 我真的 不是人 这晚他不再压抑自己痛苦的叫喊 他胸口的神秘掉坠 光芒更胜了 而其实张银每次发狂 隔壁房间的衣东石都听得真真切青 第二天 课间的学校走廊 张银被人无意撞了一下肩膀 小子 你眼瞎吗 谁连你的胆子 敢撞本大爷 曾经品学兼优不苟言笑的张银 竟然突然性情大变 少年刚成年却发现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个机器人 而当年偷偷把自己改造成机器人的 竟然是自己的亲爹 原本少年还有恋爱的想法 他心里暗恋着自己亲爹 给自己任养的干妹妹 可这天地铁上有个感染了神秘病毒的射处 要对妹妹行凶 少年为了爱情上前搏动 可他却发现发疯的射处不知为何被垫死 而自己的肩膀 进入出了钢筋铁骨 他立刻明白了 自己是一个机器人 射处是被自己垫死的 而最重要的 他将无法和人类恋爱生育 但他并不知道 他喜欢的妹妹 其实也不是人类 妹妹示意前只有在水中才能保持人行 一旦离开水就会变成一个怪物 而少年的爹竟想用怪物妹妹的器官 将少年变回真正的人类 得知自己不是人少年性情大变 于是别人只是碰到他肩膀 就被他揍趴在地 老师念他是出饭让他写检查 他却屌屌地回头说了一声切 老师抓住他胳膊说 张颖你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变得这么狂妨 他挥开老师的手说 洗开 不要装作懂我 不要装作同情我 晚上他坐在房顶 脑中回想着亲爹说的话 自己当年受重伤 老爹因爱把他改造成机器人 但他此刻却望着楼下车水马 再跳雨不跳间徘徊 而此时他脑中再次想起机车轰移 只有他自己知道 除了自己是机器人之外 自己还有一个最大的命名 就是体内住着一个狂躁的恶魔 想要随时和自己融为一体 这是一个温暖的声音 打断了恶魔的轰移 那时妹妹伊东石在喊自己 伊东石气喘吁吁 看来找到这里费了很大力气 他看着伊东石完美的脸庞 心想我的人生还没有绝望 然后他冲动了一把 那感觉果然柔软而解释 他对妹妹说了不着边的话 他说你就是我活下去的意义 可妹妹却推开了他 张盈 你可是我的哥哥呀 你可是我的哥哥呀 哥哥呀 张盈感觉天再次打了 而且好尴尬 可尴尬的氛围被人打断了 被张盈揍过的两人来寻仇 他们向张盈隆重介绍 叱咤江湖的刀哥 传闻刀哥威名远扬 震慑了十条街 而且刀哥长得六亲不认 小眼神实在至尊牛逼 张盈果然被刀哥军训倒地 可张盈却屡次倔强站起 只因这伙恶人说 把自己干费后 还要对伊东石不轨 但刀哥太过威猛 每一招都六亲不认 他把张盈踩在脚下 还要张盈仔细欣赏自己的刀尖 然后刀哥说离得太远 你欣赏不了细节 伊东石大喊着张盈的名字 但还是被恶人带走 这时张盈竟然再次站起 他用手摸向眼中的刀 他恶狠狠拔出刀 朝着刀哥投掷了过去 可刀哥的脸 竟像蜡烛一样融化 那把刀被刀哥摘了下来 可刀哥的伪装全部退去后 真是竟然是李焕吾 面对张盈质疑自己不是人 李焕吾说我们两个 可是同类啊 你和我都不是人 恶人小弟慌了 他明明请来的是刀哥 可竟违背科学规律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可把宝宝吓坏了 他呼唤铜蛋赶紧跑 可他却探见 他的铜蛋竟然眼球变成了黄金 变成了黄金魁类人 宝宝吓坏了 赶紧跑 可他没站稳摔倒了 危机时刻 他竟还在贪恋自己 掉在地上的钱 而正是因为他的贪恋 他也变成了黄金魁类 李焕吾说看到了麻张盈 黄金术只是我众多能力之一 我和你其实 都是超越人类的存在 这个丑陋的生物浑身是宝 移植了他的眼睛 可以点视成金 移植了他的脊椎 可以获得空间传送能力 移植了他的心脏 可以获得时间轮回之力 移植了他的舌头 而移植之人也被放大了欲望 他们纷纷陷入为了夺取 所有器官的厮杀 但他们所有人 却只是丑陋怪物的妻子 而这丑陋的怪物 正是远古传说中的全能之神 当最终所有器官 被移植了头发的多悠悠火了 古神却复活了 他以雷霆手段制服了多悠悠 并将所有器官移植者的灵魂 困在自己的意识海中 而再次复活的古神 却变成了一个名叫李焕吾的人类 这是李焕吾复活后的第一场战斗 他用黄金术将两名路人 变成黄金傀儡 两名傀儡小弟挟持了女孩伊东石 伊东石的哥哥张迎飞身上前 可李焕吾鼓起腮帮 对着张迎发起了水 李焕吾说既然你是一个机器人 那你应该会害怕水吧 原来张迎从小被轻叠改造 身体是由机械组成 但此刻张迎却无大碍 李焕吾调笑地说 对不起我忘了 谁可能对你无用 毕竟你从小到大还会经常洗澡 可张迎已经暴怒了 李焕吾近一点都不躲闪 他轻蔑地说 难道你只有这点程度吗 张迎再次挥拳 却被李焕吾抓了个结实 下一刻张迎像被石头大象坐在了身上 陷到地面抠不出来 而造成这一切的 仅仅是李焕吾贴在张迎手上的一张贴纸 这小小的贴纸 竟可以操控重力 把张迎压得丝毫不得动态 李焕吾对着张迎说着奇怪的 你还不出来吗 再不出来你的宿主可要死了呀 然后李焕吾抽取一根头发 他的头发可以变换世间万物 下一刻那头发净化作阿努比斯神像 朝着张迎砸下 李焕吾继续说着奇怪的话 你真的什么都不做吗 要任由你的宿主去死吗 地上的张迎脑袋动了 他的后脑竟长出一张机械面孔 并于口中凝结出激光能量 解决完神像 张迎周身竟然布满闪电 他竟然从重力压制下站起了身 而再次站起了 好像已经不是张迎 我的宿主真的是个废物 没有我他早就死过三遍了 那么接下来 看我如何把你这个狂妄家伙的脑袋 拧下来当球梯 张迎竟然不仅是机器人 体内还有此等神秘生物 李焕吾继续说着奇怪的话 终于现身了呀 被格拉塞附身的张迎拳头变形 竟变成了金刚铁拳 他一拳朝着李焕吾轰去 而李焕吾的身体竟瞬间变成了液体 紧接着张迎吐出一道闪电 李焕吾结结实实接下了所有电机 但他却并无大碍 他继续说着奇怪的话 不愧是被格拉塞感染的人 还挺厉害的嘛 彼此彼此嘛 我们是同类 你不也是被格拉塞感染的家伙 既然我们同是格拉塞 又何必要互相伤害呢 李焕吾说非也非也 我这就与阁下论论道 首先我跟你不一样 至于哪点不一样 我不爱跟你说 其次所有的格拉塞 都必须在这个世界找到人类宿主 而感染的前提条件 是宿主意志的认可 可是你并未感染成功 你只不过怕宿主死掉 强行占据宿主的身体而已 毕竟宿主死掉的话 你也会死掉 我们不妨做个实验 你可知这个女孩 在你宿主心中有多重要吗 此时李焕吾身后的 黄金傀儡听到召唤 将伊东石扭送到李焕吾手中 张盈 如果你想让伊东石活命 就给我滚出来 张盈身体开始抖动 不要啊 你小子别犯傻 你肉体犯胎 你会死在他手里的 眼带着 妈的 连老子也会死 可张盈脑袋转了回来 格拉塞被他压进了体内 看来张盈的意志 果然没有完全接受格拉塞 他说 放开伊东石 男人当街抢美女 脑袋上还长出三个巨大炮筒 原来这老小子不是人 他是在深海生活 十万年的丑陋怪物 五年前他上岸时 已经走向生命尽头 但人类却称他为远古全能之神 他骗取人类移植他的七个器官 他每个器官都有一种特殊异能 但最终他引诱七个 移植了器官的人类互相厮杀 并用雷霆手段 将超人般的七人尽数摧毁 最终七个器官吸取了 刚变出阿努比斯神像 这会儿又变出三个大炮筒 灯使炮弹出塘 张盈竟憨憨地举臂格挡 可那炮弹却炸出无数细丝挂在张盈身上 放炮的男人里患无对张盈科普 这些细丝是高科技产品石墨纤维 我将他们称作电力杀手 对付机械体当真是一等一方面 原来张盈也不是人类 他是从小被亲爹改造的机器人 哀嚎声 短路声 电流声 声声不断 张盈被电傻了 冒着浓烟如同痴呆 倒在地上鲜睡为敬 女孩伊东石看到张盈倒地正开束缚 慌忙查看张盈伤势 但他不知 张盈受伤这么重 都是因为他 本来张盈体内也有一个厉害角色 占据张盈身体要和李幻无决一死战 可李幻无却以伊东石为妖邪 如果张盈的意识不重新掌控身体 他就会干掉伊东石 最终张盈回来了 但回来后一招就被李幻无放倒 可李幻无对伊东石说 我这是在保护你 伊东石说 放你的拐弯抹角葫芦娃屁 张盈是我的哥哥 你要杀我的哥哥 姓说是在保护我 李幻无不解释 再次拽出一根头发 这次头发竟变成一个话筒 但话筒底部却是尖刺 女人 走开 他已经全身短路了 只要刺穿他的脑袋 他就可以彻底隔屁 但伊东石坚决守护 不得不说这场面 有点像女粉丝贵地球歌星赐福 李幻无的两个黄金傀儡 很懂事将伊东石架走 行行 马上开始 李幻无体内的梦境世界 地上倒了一群人 定睛一看里面 竟有之前移植了李幻无几足 获得了空间之力的胖子海南 还有移植了李幻无眼睛 获得了点识成精之力的黄金 将他们干掉的男人说着奇怪的话 怎么才能逃出这个轮回 这一次次重复的杀戮还要进行多久 原来李幻无复活前 将所有移植者的灵魂 禁锢在自己的意识海中 让他们在自己体内一遍遍地轮回厮杀 但这个男人似乎已经明误 这里不是真实世界 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 那是他心爱女人的声音 女人喊的是助手 然后他看见这个世界 亮起一道诡异的光 这道光难道是 难道真的是 是出口 多悠悠朝着出口伸出手 下一刻现实世界中 多悠悠的手扣住了李幻无的咽喉 一东使惊呆了 他他他 他从背后生了个孩子吗 多悠悠已经探出半截身子 他说又见面了混蛋 一号使缘体 哎我去 生出来就会说话吗 这人怎么还有点眼熟 男人还没怀孕 却当街生娃 这娃竟还是从背后生出来的 没想到孩子是个天才 当初跌胎就会说话 他说混蛋看我不干掉你 三秒钟孩子就将另一只手 也从男人身体里拽了出来 准备使劲扭断男人的脖子 可男人一点都不慌 还在沉着分析 他立刻明白之所以多悠悠 能从自己体内挣脱出来 谢英刚才自己欺负女孩 一东使时 一东使叫喊声音过大 而多悠悠是一东使的正牌男友 难免情绪过激 所以闯了出来 但多悠悠一如既往愚蠢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出来吗 那是因为我们都不甘心 被你囚禁在体内啊 他说这句话是 七个人的脸融合在了一起 原来李幻吾当初一口气 将七个人的灵魂 关在了自己体内 他先是引诱这七人 移植自己的器官 他的每一种器官 可以赋予移植者一种强大的异能 但最终这些器官 吸取了人类身体的养分 回归李幻吾的身体 李幻吾复活了 而这七人的灵魂 却成了球龙中的困兽 多悠悠发动异能 面部已经变成幻的形态 他说此事我干掉你一如反掌 可李幻吾黑黑一笑 说小宝贝你搞错了 然后李幻吾身上长出绳索触手 将多悠悠捆得越来越紧 多悠悠此刻才明白自己拖大了 当初李幻吾把七个人 耍得团团转的回忆 再次被他想起 他就这样一点点的 像个被主人拽住的傻狗 慢慢拖进狗窝里 多悠悠说你奶奶的 李幻吾说小宝贝 这就是你的宿命 你的宿命就是身陷在 那无尽的永结轮回里 被拽回前最后一刻 多悠悠深情的喊着 我还会再回来的 还对伊东石说 等着我 小时 伊东石惊呆了 我擦 李幻吾生出的孩子 竟然认识我 而经此怀孕事件 李幻吾选择先行撤退 因为多悠悠的出现 让他对事情 有一些别样的期待 而张盈也因此捡回一条残命 张盈他爹看着 不能动弹的儿子一脸愁容 他知道也只有 将二号使员体伊东石的器官 一直到自己儿子身上 才能救活儿子 而此时伊东石 躲在房间里脑中翻江倒海 他不断地回忆着 那个熟悉的男人 到底是谁 他终于想了起来 他是多悠悠 自己的男朋友多悠悠 曾经为了自己 能舍掉命的多悠悠 阳光开朗大男孩 多悠悠 他什么都记起来 他记得自己曾经 只有在水中 才能保持人血 一旦离开水 就会变成一个怪人 而就算是怪物之身 多悠悠也挚爱着自己 可就是有人敲门 打破了他的回忆 来人竟是张银的爹 只见张银爹此刻面色阴沉 他一把扣住伊东石 二号使员体 我收养了你这么久 如今是你报恩的时候了 他掏出一个针管 对着伊东石脖梗就要扎去 只有把你的器官一直给张银 我的儿子才能活下去 而此时却横生变故 伊东石脑袋上一根头发 突然开始变形 那根头发在两人面前大变活人 两人惊呆了 差点直呼老铁666 下一刻那道身影飞银展示 一记漂亮回旋踢 把张银爹踢成了条傻狗 而那头发化成的人形 竟是李焕吾 李焕吾说 从未见过此等变态 竟想对自己的养女下手 此时李焕吾头顶发出正道火 仿佛是一个活雷风 爹把女儿勒住 要把女儿安乐死 爹竟然要用女儿的器官救儿子 而爹对儿子也下过黑手 儿子三岁时被爹改造成机器人 但机器人儿子被人干短路 马上就要死 爹又突发奇想 准备用女儿的器官 把儿子改造成真人 爹拿麻醉针扎女儿 女儿喊了十遍哑灭爹 爹也铁石心肠手不抖 可女儿头发里却飞出一个人 一进女帝方向脚 把爹踢成猪头 出手之人不是人 曾经是个丑陋的怪物 刚从海中上岸就死了 但他身上当时还活着七个器官 而且每个移植了器官的人类 都会获得一种超能力变成超人 于是他引诱七个人 移植了这些器官 最终他又把七个人全部干掉 器官吸收了人类的养分回归体内 然后他活了过来 而七个人都被他封印在自己的意识海 然后他将女孩骗到一个实验室 但走到里边女孩一东石惊呆了 他竟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李幻吾 李幻吾说别惊讶 带你来的这个李幻吾 是我之前在你头发里 埋下我的头发变成的 然后他收回头发 说可爱的女人我这是在保护你 可一东石只关心自己正牌男友 多悠悠在哪里 李幻吾直直脑袋 说你的男人在这里 他在我身体里 更准确地说是在我的意识海里 然后李幻吾不顾一东石的惊讶 开始给他科普这个世界最隐秘的秘密 这个世界有一种叫格拉斋的生物 它们力量强大但有无休止的欲望 它们无法以实体存在于世上 只得蛊惑人类成为它们的宿主 刚好人类这种生物也是贪婪的一批 于是有些宿主经不住格拉斋的诱惑 就被格拉斋感染 变成了被格拉斋控制意识的去巧 而我李幻吾就是格拉斋 而你一东石就是我的宿主 当时我在黑暗中发现 准备感染你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你能看到我 难道人类无法看到格拉斋 没错 宿主只能听到格拉斋的蛊惑声音 但无法看到格拉斋 而每个格拉斋也看不到其他人类 只能看到自己的天命宿主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因为感染失败 从此你只要离开水就会变成怪物 而我肉身几乎毁灭陷入沉睡 但我沉睡前还是把变成了怪物的你抱上来 为了复活我 蛊惑那七个人移植我的器官 最终你的男友多悠悠干掉 其余六人获得的全部器官 所以我现在用的这副身体 就是多悠悠的 而他们所有人都陷入我体内的轮回里 永远无法出来 换句话说 现在我就是他们所有人 他们也都是我 虽然多悠悠也是我 但你可不要轻易爱上我又 我爱上你个大头鬼 你竟然为了让自己复活 牺牲了七条人命 喂 女人 你恐怕搞错了 多悠悠在移植我皮肤毛发前 遭遇爆炸只剩下半个小时生命 包括其他所有人 在移植我的器官前 都没几天可活的了 是我仁慈地延长了他们的生命 我就是他们的再造之神 说到底我还是善良的 我利用眼兽的能力 把他们的意识都保留了下来 所以他们也不能算真的死了 我看到了多悠悠意识里 你们俩的爱情 本身真的是好感动好感动呀 可一东西严肃起来 你到底怎么才肯放出多悠悠 那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 只要我成功感染了你 那多悠悠的身体 对我就没有用了 一旦感染成功 你的身体和意识都会和我融为一体 换句话说你和我都将不复存在 变成了一个新的个体 而多悠悠就可以重新掌控 他自己的身体 但这样的话 你和多悠悠就永远无法在一起了 因为到时候你身上也会有我的意志 我可不愿搞机忧 如果成功感染 那么现在的你我就等同死亡 你愿意接受这桩死亡交易吗 一东石净想都没想 我愿意 那就请你立刻感染我吧 就如多悠悠深爱着一东石 一东石也深爱着多悠悠 他一定要多悠悠活下去 可李幻无却一脸懵逼的说 可是上次感染你没成功 我还没找到原因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感染你啊 就是说你在这避避半天 结果研究了个屁 对低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场面好尴尬 十万只乌鸦飞过 可李幻无突然凑到一东石脸前 伸手去摸一东石的脸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感染你 但会有人给我们引路的 一东石脸红透了 可他一把甩开李幻无 他是当之无愧真结恋语 不要以为我答应了交易 你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拉倒抱我的宿主小姐姐 我只是把我头发交给你一根而已 不要自作多情 你回去吧 有我头发的保护 你那个养父奈何不了你的 而且你那个养父在研究所 对始原体很有研究 他会帮我们找到成功感染的钥匙 夜晚 李幻无独自发呆 可多悠悠竟又一次在他体内钻出 多悠悠只钻出一个脑袋 李幻无表示很感动 只要和一东石有关 多悠悠总能因为对爱人的关心 从自己身体里钻出来 多悠悠说你这个阴损的红带 我不会让你感染小时的 李幻无却根本不屑搭理他 心念一动 又将多悠悠拽回体内 一东石再次敲开家里房门 养父一开门惊呆了 我擦 这年头还有再次自投罗网的活菩萨 可此时养父家里来了客人 他们竟都是研究所的人 为首的女人看见一东石也惊呆了 他说这就是二号使元体吗 你不是说他出逃不会再回来了吗 难道二号使元体脑袋里没有智商的吗 他是凡人 但他女儿却是神 可他今天竟要亲手做掉成神的女儿 女儿曾被远古全能神抱在怀中送上海岸 直到长大成人才从怪物形态变成人 但今天他要用女儿的器官救儿子 而他的儿子 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他改造成机器人 如今出了故障短路命悬一线 当他将女儿麻醉后爆出门 儿子突然从病床上醒来 儿子步履盘山药救妹妹 但被壮汉阻拦 还被壮汉揍翻在地 壮汉说你身体垮成这样 就别妄想管他人死活了 儿子咬牙切齿只恨自己不是超人之躯 这时儿子胸前的佩饰亮了一下 里边有个阴森的声音说 你想救他吗 这个声音曾经无数次出现 当初他身受重伤 被亲爹改造了身体 从此行动不便 只能在足球场坐龙板凳 那个声音总在少年期待或落寞的时候出现 并伴随着机车轰炎上 想去踢球吗 我可以帮你啊 会让你变得很厉害 可少年心肩如体 他说不用你帮 等我身体恢复 比所有人都厉害 而他体内的这只恶魔 也只有少年自己知道他的存在 当他长大 上个厕所 却拄着拐被人打翻在地 为首恶徒对他黑黑一笑 毕生浓烈老汤浇在他的身上 恶魔再次出现 我可以帮你啊 给你一副最完美的身体 你可以把那些混蛋尽情地碾碎 我用不着你同情 而有一天他回到家 爸爸告诉他从此有了一个干妹妹 少年只看了一眼 就彻底愣住 那道身影从此住在了少年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他们从此一起上学放学 少年每次偷偷描向妹妹 都心砰砰直跳 简直就像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如果这个洋娃娃不是妹妹 由于少年从不屈服恶魔 恶魔索性不再跟少年说什么 终日在他脑中响起急车轰银 而只要妹妹看到哥哥在痛苦呻吟 总会第一时间跑过来 他焦急地在一边询问情况 可少年却一把甩开妹妹 别碰我 我是个怪物 你离我远远的 可妹妹却说 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也失去了记忆 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在哪 我总在梦中梦见自己是一个怪物 我会陪你一起面对这一切的 而今妹妹被抢走 她却连站起身都困难 那个声音适时出现 需要我的帮助吗 你再不下决定 你的小洋娃娃 可就永远离你而去了哟 我需要你的力量 给我吧 混蛋 下时间少年周身浓烟四起 那机车轰银声更剧烈了 如你所愿 及时吗 少年 而此时她的妹妹正在车里 被爸爸和爸爸的同事 要带往研究所 就在这时候是镜里出现 一团浓烈的苦瓜 一辆狂野的机车 嘲笑着 狂笑着 追了上来 少年身为凡人 却想踏入超人们的战场 面对恐怖的对手 肉体凡胎的 他让父亲把自己改造成机械体 可即便他已是钢筋铁骨 也被对手裂成残 而今疯狂的敌人 又盯上了少年的妹妹 要将妹妹带往研究所 当成研究材料 于是少年舍掉尊严 终于同意让体内住者的 神秘恶魔和自己合二为一 然后少年变成了 敌人也发现了骑摩托的少年 壮汉拿出一管神秘药剂 对着自己驳梗来了一发 然后他进于高速行驶的轿车中 打开车门 仅一秒钟 他便变成一个獠牙怪物 续于见一个顺闪 杀到少年面前 执一击就抹去少年半个上身 但他立马觉察到手感不对 刚刚好像打到了空气一般 机车原地急杀 在空中开始变形 原来机车才是少年本体 而车上的少年 只不过是幻化出来的虚想 0.001秒后 机车变成了一个钢筋怪兽 他发出刺耳狂笑 老子之名 来轰铃使者视野 那铁拳制钢制猛 轰的对手是从失明失意 轰铃使者占定蓄力 双肘喷射火焰助力 机车马杀鸡雷点般落下 老师傅手法手腹惊人 刚刚威猛的敌人 此刻被揍得像烧焦了的蟑螂 轰铃使者约 小卡拉米不堪一击事 而当他要去营救妹妹 敌人的手却拽住了他脚脖子 其中一口喷出蔑视火焰 轰铃使者向孙猴子进了炼丹炉 小子 你金属身躯 来试试会不会被火焰融化你 我的火焰 可是当初上九天 蹲在太上老君厕所中七七四十九天 才到来的 可轰铃使者却从火中走出 居然看起来更精神了 火焰可是机车的能量源泉 它能使我更加热血沸腾 此刻关押妹妹的汽车内 张博士问女人 刚刚那人变成了巨口怪 难道她也移植了始源体的器官 女人说不 她是人造始源体 那是白鹿医生的杰作 前不久孔贤灵博士失踪后 白鹿医生就接过了研究所核心领导权 孔博士的理念是移植始源体的器官 而白鹿医生却将始源体的能量 制作成外用注射器 并用它来激发人类的潜能 被注射的人类 不但可以瞬间治愈完己 还能拥有一想不到的能力 张博士不解 孔贤灵失踪后一号始源体也失踪了 那这些注射器里的始源体能量 是从哪里得到的 女人说 白鹿医生从来就没从一号始源体身上提取过能量 她所有的研究 都是从二号始源体身上提取的能量 而二号始源体 正是张博士身边昏迷的甘女儿 二号始源体是白鹿医生研究支援 所以这次将她带回研究所 也是为了继续研究 至于被你改造成机械体的儿子 也可以用注射能量的方式 重获新生 而张博士还不知 他的儿子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新生 此刻正被三头巨口怪喷了一身的液体 然后周身所有液体凝固 变成了一座艺术冰雕 三头怪很狂 既然火焰对阁下无效 那不知把阁下动成冰雕 阁下又该如何应募 可冰雕竟开始融化 你可知火焰是我能量之源 你想用冰冻注射 实属划天下大击 一想天开事业 带兵全部蒸发 轰鸣使者更狂 你已用了两个头 我且战着不动 你尽管将你最后一头的神通使 让我观桥一下事业 文言三头怪三个头九个大 有点抓狂 但他还是张开最后一口 然后喷出滔天浓烟 那烟将轰鸣使者整个包裹起来 我用烟雾渗入阁下每个零件 吞噬腐朽阁下每个零件 不知阁下当如何应募 可浓烟中轰鸣使者眼中金光更胜了 那所有的浓烟 竟被他一点点吸入体内 你知道我乃机车是 你还敢对我用烟 你是给我送经验来的吗 接着轰鸣使者瞬间打开身体 露出周身所有机械气口 如果把阁下的烟还给阁下 不知阁下该如何应对 三头怪一阵渴 三口同渴 渴出共鸣 可他周身的烟已不是自己喷出的烟 那烟中响起了剧烈的机车轰鸣声 还含有剧烈的尾气之毒 三口怪受不了了 一跃而起 如果我认怂直接逃跑 不知阁下该如何应对 可轰鸣使者一把抓住三头怪 我应对你奶奶的腿 要把你打得亲妈都不认识的是你 大哥 若我求饶 大哥该如何应对 三个头最终一个头都没剩下 轰鸣使者很纳闷 他怎么那么爱说话 是因为他有三张嘴巴 真乱话劳是 然后轰鸣使者再度变成狂野机车 少年的身体也幻化而出 伴随着狂野的轰鸣 机车少年张宁 坚毅地朝着研究所 急迟而去 什么是真正的牛逼 凡人少年在大街上变成摩托车算不算牛逼 少年摩托车再次变身成摩托精算不算牛逼 二狼神杨茜派出三头恶犬截杀少年牛不牛逼 但被少年一拳轰成渣渣牛不牛逼 但少年的爹觉得这都不够牛逼 爹把少年从小改造成机械身体 少年hold不住钢铁内脏 病倒马上就要死 于是爹火童以前的疯子同事抓了妹妹 准备用妹妹的器官救儿子 然后爹坐着小轿车绑着妹妹前面跑 儿子为了救妹妹变成摩托人 骂骂咧咧后边追 边追边喊 我从未见过这等牛逼的亲爹 牛逼爹终于把女儿送到了研究所 研究所老大一看就很牛逼 年纪轻轻头发花白 身上还长着诡异的鳞片 少年妹妹马上要被疯子科学家 把身体分成无数分 可很快对于妹妹的研究停了下来 研究人员不可思议地发现 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类 但她以前可不是人 她以前只有在水中才能保持人形 一旦离开水就会变成一个怪物 而研究所从怪物身上提取出能量物质 制造出许多拥有超能力的人类 研究所老大很落寞 女孩变成了人类 就意味着这项研究就此结束了 但红衣女人可以安慰她的落寞 女人说千万不要因为工作上的挫折 影响了你那个方面的雄风 城市夜晚某处 一个白毛帅哥黑黑一笑 你们被我找到了哟 女孩终于醒了 但她发现自己又被关在了水箱里 这时盖着水箱的黑布被一道人影掀开 女孩一东石愣住了 那人竟是自己的爱人多悠悠 可多悠悠不解风情 摇身一变变成了白毛帅哥李幻武 一东石骂他神经病 捉弄一个水中失足少女 而李幻武从头发中掏出一笔长剑 一刀劈开水箱 将一东石爆了出来 死变态放我下来 看老娘甩你一连水 这时旁边有道黑影走来 来人头顶一片绿 手中拿着一本书 他说两位在我们研究所打情骂俏 属实是没有功德行啊 然后他猛的欺身上前 李幻武潇洒从头发中抽出长剑 但绿毛手中书本章开紫 那柄长剑竟被书本咬断 绿毛以书本为板砖 强如李幻武竟被一板砖拍飞 然后他翻开书本 似要对李幻武进行审判 可他身后水缸突然炸裂 那水晶化作海王波赛东 挥着巨大的鱼叉刺向绿毛 李幻武闪到绿毛身后 手中准备好重力贴纸 绿毛顿时被重力压在地上 全身一丝一毫都挣脱不开地面 可地上的书本自动翻页 书页开始旋转 向地狱深渊之口 等他完全成形 李幻武才发现端倪 然后李幻武的意识 一点点的被拉到书本之中 最终李幻武肉体倒地不起 绿毛拿起书本 介绍说李幻武的灵魂 已经被这本救赎之书吸进去 这本书就是绿毛的意诺 此书可以净化世间一切罪恶 它是人类传说中的远古全能之神 却生成丑陋模样 可它稀释人类精气 最终化成人类的句话 它的七种神力令人绝望 它可听到他人心声 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逃过他的耳朵 它可以化万物为水 可谓是海贼王恶魔果实的天然克星 它可以操控众名 藤虎大将都是它徒子徒孙 它可点视成精 超能力加持下 任何贪婪的人都会变成它的黄金傀儡 它可操控时间轮回 中招之人的生活 只能在特定时间中重复播放 它可凭空幻化一切物品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就源自于它 而它今天却遇见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类 西装绿毛男手中拿了一本禁忌之书 能将所有有罪之人装入书中 连神也不例外 一个照面神就中了招 它的灵魂被生生吸入书中 但一秒钟后 神试了魂的肉体却再次站起 绿毛按道不好 他从未想过此招会失败 但重新站起之人却已不是古神 多悠悠对绿毛表示感谢 谢谢你帮我收了那家伙的灵魂 要不然我也不会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 绿毛赶紧翻开书本确认 这本罪恶之书只要吸收了一个灵魂 就会将其所有罪恶书写在书页上 即便是小时候尿床都算一种罪恶 但书页竟然全都是空 绿毛惊呆了 除非对方的灵魂纯洁无瑕 但这绝不可能 因为古神之恶 庆竹难书 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古神的灵魂 是更高维度的生物 此时古神李幻无在书本中无聊散门 他喃喃自语 说好的就熟呢 怎么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真的令本神好生失望 他打量着周围 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白 古神挖挖耳朵 心想总要做点什么呀 于是他心念一动 头发竟然变出巨大的翅膀 他要看看这片白色的天空 到底有多高 终于他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 古神此刻明白 这就是天空的底 而这所谓的白色天地 看来只是一种迷仗 于是李幻无将头发变成汽油 手一挥 就变出一个打火机 然后碎裂的火焰以他为中心 像火龙一样扩散开来 但火焰退去 这个空间终于露出了真容 这里竟是一个巨大的图书 李幻无也不着急 到处翻翻找找 像个文艺青年一样 坐下看起书来 突然他笑了 原来如此 每本书里都记载着一个罪恶的灵魂 可这满墙的书足有数万本 这图书馆馆主镜收割了这么多人 真是比我还恶劣啊 然后他看到一本特别的书 这本书精致的装表 竟让李幻无看的嘴都聚成了菊花 但他把这本书拿下来 却发现此书背后并不是墙体 那缝隙之后竟还有一个房间 房间里竟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那道人影头顶绿毛 嘴里说着 既然抓取不了你的罪恶 那我就替你编造书写罪恶 这绿毛竟然是外面西装绿毛男的灵魂 原来他的灵魂平时竟躲在这座图书馆内 李幻无忧在游哉走了过来 老师 我想借本书 绿毛差点吓得小便是尽 这本书好有趣啊老师 那么我能不能把他借回家看几天呢 这个男人怀孕了 十年怀胎竟生出了一本神书 此书能吞噬一切灵魂 并能罗列所吞灵魂的一切罪恶 将他们审判并囚禁终生 就连天上的神仙也逃不过神书的惩罚 此书内部竟有一座图书馆 天宫都治不了的孙悟空 因为偷盘逃被压在图书馆中 笑天犬因随地小便 就连雷二郎神一起被压在图书馆中 玉帝因多描两眼仙女 也被压在图书馆 总之他凭一己之力 就铲平了东西方神庭半数仙佛 今天他又将传说中的远古全能神收入书中 但被吸了灵魂的全能神却又站了起来 而站起来的人已经面貌全变 原来全能神多舍了多悠悠 全靠神书把全能神的灵魂吸收 多悠悠才重新掌控身体 看到爱人的灵魂终于回来 易东石一下子扑到多悠悠身上 强敌环四下 两个友情人尽当重秀恩爱 书本难哪能忍 手持神书肯向多悠悠的脸 他笑着说真是神奇 一个身体中竟然住了两个灵魂 但是你也给我滚进书里去 可多悠悠反手一个黑虎掏心 绿毛难又疼又惊 神书怎么会对他无效 难道他是真正纯洁的灵魂 多悠悠将书拿在手中 他说谢谢你把那混蛋 古神的灵魂给吸走了 如果我把书撕了 那个混蛋就再也出不来了吧 可此时变故横省 那书本中竟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说 多悠悠我只想对你说一句对不起 多悠悠吓得赶紧把书扔掉 而那书本中的人 竟喊着多悠悠的名字 像真子一样从书中爬出 这个纸张拼成的人 竟然是曾被多悠悠干掉的女孩白鸽 原来古神当初为了复活自己 引诱七人争夺自己的异能 最终将七个人的灵魂都封印在多悠悠体内 才使得自己复活 而今天书本男 想吞掉多悠悠的灵魂就难上加难 他可不知多悠悠体内还有多少个灵魂 白鸽是个神经病 但他爱着多悠悠 一手摸向多悠悠的脸 一东时震惊了 爱我去 你这个纸糊的狐狸精 多悠悠拿开白鸽的手 白鸽 你已经死了 如今的你 到底是什么怪物 白鸽突然红发变蓝发 发疯了起来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他像打一个负心汉一样 一拳轰在多悠悠脸上 然后他开启双重人格 一半的他说着不要离开我 我爱你 一半的他说着我要杀了你 但两个人格同时说着 多悠悠 当初可是你杀死我的呀 当初的画面再次闪入多悠悠的脑海 白鸽也贴到多悠悠耳边 是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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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如同魔语 听得多悠悠心神快要崩溃 这时绿毛捕捉到机会 他摸出尖锐的武器 一东石见识不妙飞扑了上去 绿毛挣脱不开 猛地扯住一东石的头发 一东石的惨叫将多悠悠从梦眼中唤醒 这个混蛋 快放开小石 这时白鸽又说话了 他还是比我重要吗 白鸽的每一句话 都会让多悠悠心神不宁 白鸽阴魂不散站在多悠悠身后 当初你就是因为一东石 才把我杀掉的呀 然后白鸽的身影开始扭曲 但他的话语却不停歇 多悠悠 是你杀了我 白鸽的身影扭曲到极致 竟变成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最终竟然变成了多悠悠的样子 他说 是我杀了白鸽 多悠悠惊呆了 你又是谁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我就是多悠悠啊 我就是你啊 不过我们之间还是有区别 我就是一面镜子 并照出你内心最不堪的罪落 将它们赤裸裸暴露在阳光下 他是凡人却得到了远古全能之书 他将悟空二郎神和玉帝 统统关押进图书馆 而这个图书馆 却是全能之书的内部空间 他将灵魂藏在图书馆中 而现实中的肉体却只是一个分身 但今天图书馆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可这位不速之客不是人类 他正是传说中的远古全能神 全能神说 老师我想借本书 这本书好有趣 然后他又凑近男人 老师正在看的书也好有趣哟 面对全能神的调戏 男人一刀刺去 可他哪里是神的对手 神用书本荡板砖 把男人一砖拍翻 然后将男人踩在脚下 老师你想活命 就得把你的小秘密告诉我哟 这种屈辱感男人并不陌生 他的上司白鹿医生 从未将他当过人 他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研究所 研究的主要课题 就是把他踩在脚下的远古全能神 不过最初全能神还没复活过来 身体枯竭 丑陋不堪 在这个研究所里 已经不知有多少人 因为实验不成功被遗弃了 而他们要做的实验 就是将全能神身上的能量 注射到人类体内 以获取全能神的异能 那天白鹿第一次夸奖了他 白鹿说你对全能神研究颇深 最适合当实验体了 于是男人就被绑在了床上 白鹿医生亲自为他注射 他说放心 你将获得强大的力量 但前提是你要活下来 白鹿语气冰冷地向深渊传音 那根针管无情插入男人的手 幸运的是男人活了下来 而且获得了神书异能 但他将自己得到异能的事隐瞒了下来 他暗自发誓 有朝一日定要让白鹿也常常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 可今天他又被人踩在脚下 男人怎么能忍 书能忍 绿色的秀发也不能忍 然后男人蹊跷开始冒出白色中气 他的面部和身体开始变形 神看着男人的变化惊呆了 我擦 你这个样子有点帅哦 男人竟将图书馆内每一本书里的灵魂 都聚合在自己身上 模样简直是新鲜出炉的撒旦 这个山寨撒旦身上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灵魂 数百本书画作巨口朝着神咬去 但正面的巨口只是虚无 神的小腿被身后的书本偷袭成功 然后神被举在半空 神坤李坤气的说 你干嘛 你干嘛 伦家孔高高 全能神其实并不黄 他手中幻化出一个火机 一团火焰朝着山寨撒旦喷去 阁下乃书本合体 不知我用火弓 阁下该如何应对 可山寨撒旦笑了 然后他周身书本化作蓝色红 书本只是在体 我的本体可是无数个魂体 怎么会怕你区区反抗 男人本体对着神吹牛逼 现实世界中的分身却把女孩伊东石挟持了 多悠悠一点都不惯着他 一刀刺出 伊东石下得差点淡水 好在他没有 所以不用碎 那秉剑避开伊东石 直接把男人捅了个透心凉 多悠悠男友力爆棚 对着死掉的男人吐槽 离开那本书 你也只是个拿女人当挡箭牌的渣男 走宝贝 我们走 这手手似渣男简直妙啊 宝贝 可他们身在研究所 到处都是敌人 但多悠悠还是机智的 他用变换异能变成了绿毛男的模样 一路畅通 突然一个女人喊住了多悠悠 他是绿毛男的同事 竟跟多悠悠闹起了家常 可突然女人冷不丁对多悠悠使出一记高抬头 女人笑了 他说你身手还不错吗 多悠悠 多悠悠愣住了 他的伪装竟然被识破了 就在多悠悠刚干掉绿毛男时 化身山寨撒旦的绿毛男真身就感应到了 他手指聚出一团魂魄 对着手中书本一纸 然后那团魂魄竟被神书反弹 朝着天空射了出去 现实世界中 那团魂魄进入了绿毛男的肉体 他竟再次站了起来 时间拉回到多悠悠被识破时 女人身后走出一个身影 他竟然是重新复活的绿毛男 他说 再次幸会啊 多悠悠 图书馆中绿毛男本体继续吹牛逼 我有无数灵魂可以用 无论是在外面现实世界 还是在这个图书馆内 没有人能真正杀死我 我乃不死之身 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 全能神说 哇塞 那你简直是又帅又牛逼啊